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了 現在先將時間交給Frederick 又是我打頭鎮 大家好 今天比我想像中小的人 可能因為天雨的關係 可能因為放暑假大家有些人去旅行 我叫Frederick 朱仁俊 代表華夏基金 有些人聽過華夏基金 有些人沒有聽過華夏基金 或者有些人聽過李宗盛 買過3188、3197、MSCI 諸如此類的 今天是第一天來到大埔 覺得非常有趣 我剛才搭的士過來 都沒有預計到原來是這麼貴的 但不要緊 這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我待會做完 我打算到處走走走 看看有沒有什麼食物 可以充滿機 今天我們 除了我之外 我會跟大家 recap 講一下 已經年終了 我們過了差不多半年有多 上半年有什麼情況 大家的投資上面 在ETF上面表現又如何 跟大市相比 有什麼好 有什麼不好的地方 今天我也有另一個拍檔 就是我同事 Tiff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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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公司 除了ETF之外 也是一個多元資產的 一個 負責多元資產的同事 譬如在某些時候 買什麼ETF 又或者是 現在拿著錢 又不知道 去哪裏 想買一些修飾物 之餘此類的 他都可以和你們分享一下 今天我想我會 首先我想很快地 講講 頭半年的一些 ETF業績回覆 頭半年有沒有人買過ETF 我剛才聽到7388 還有買過什麼 200 2212 388 222 OK 2212 2212 223 223 OK 大家有沒有發覺 其實 香港的朋友買來買去 都是頭五隻 是嗎 頭五隻 22800 228 388 212 因为成交多 我稍后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成交多这件事是否代表你的ETF 一定是很好 成交多绝对是一件好事 但你必须买成交多的 我想你买股票也不会买 只看成交多不多 好的与不好的 成交的幅度可能是其中一个考虑因素 我们稍后可以讲一讲 其实香港除了看头五大之外 有没有人留意到 香港最近出了很多不同类型的ETF 有没有留意到有越南的ETF出来了 但你买了吗? 非常好的选择 越南ETF不是我们自己公司的 我们是一个行家 我本人十分欣赏这个ETF 比如他先出了 他不出我都会想过 看看好不好出 因为里面最大的是什么? 地产 去越南我们第一次想到 买地产 买房子 高回报 当然是相对高风险 但也是高回报的 除了这个之外 有些东盟东西 或者有些 利息挂钩 其实多了很多 所以大家可以多点留意一下 香港的ETF 除了那五只之外 其实也多了很多不同的东西 币行也会继续出一些新东西 到时候你也会通知大家 大家可以留一留意 好吗? 我们现在讲一讲 你是哪里播的? 这里 OK 我抽了三只ETF 出来 跟大家 看一看 看不看清楚 跟大家讲一讲 这三只ETF 头半年的表现 二百零零一定有 恒指五十 港股 二百二百 国指五十 这个最标志性的一个指数 还有一只A股 OK? 我就不写那么多一只出来 作为一个例子 你见到上半年 A股升得最多 当然 这个大家都知道 因为上年跌了最多 上年因为贸易战 大家很害怕 在关税都未放之前 大家已经是害怕定线 上年跌了30% 今年呢 上半年就升了26% 所以其实两年累计 没有什么升过 仍然是一个低水位的地方 但表现上来说 全球股票 我想除了美国之外 今年就 A股暂时表现是最好的 它又升到26% 26.7% 差不多27% 港股呢 也都不错 港股都差不多 有挨着13%的升幅 那就是 如果你买了 你买了 二百零零 拿了半年 那你就赚13% 这个 你见到这个 total return 就是总回报 已经算了利息 那些什么的了 那二百二百 国指 国指相对 就落后一些 落后了两年 现在暂时还继续 比较落后 但都有10% 那其实都算是不错的 那 那 这个是 这三只 另外呢 大家喜欢玩的这个 正反向 那我发觉 来到香港 正向的ETF 没有什么人玩的 看升的 没有什么人玩的 看跌的 就特别多人玩 可能都是 喜欢沽东西 是不是 喜欢沽东西 这个跟我们周边的 地区的朋友 有点不同 譬如台湾 正反向 都这么多人玩的 但是当然在不同市场 看自己市场 台湾 就沽 反向 就很大 看中国A股市场 就全部都是渣 所以两倍是最大的 这是台湾的情况 香港一边倒 全部都是做沽的 那我们看看 其实做渣那些 做两倍那些 那些 两倍的回报 什么环境呢 美股 因为我刚才也说 美股 全球今年都是表现最好的 OK 两倍NASDA 是7261 OK 头半年又升了55.5% OK 因为两倍 美股大概升了 不够30 所以就变了55 你看到刚才恒指 我应该买一只国指 不好意思 Anyway 不要紧了 我买了两只恒指 两倍 7221和7200 每一只都升了22.5% 如果你买了 这两只ETF 在头六个月的累计 去到7月29日 就是回报就是这么多 OK 美股当然你看到 是更加飙轻 A股 我们暂时就还未可以做两倍 是吧 如果A股做两倍 都超过50 我们都希望 香港可以 不久的将来 可以出些A股的两倍 好了 比较信息的 就是可能会是一些 一倍的 OK 即是做反向的 孤物论 可能大家都很喜欢做孤 OK 那 又是三只 是吧 那一只NASDAQ NASDAQ 今年呢 你由年头开始 到七月 因为NASDAQ 今年一路都是向上升的 OK 大概升了百分之二十 二十三四 那一倍的NASDAQ 就在前七个月的 累積的表现 就跌了22.9% 那恒指 恒指两只也是一样 就跌了12% 因为刚才你看到 恒指的正 恒指一下 升了12.5% 相对来说 一倍反向 就会跌 就会比较 跌回到同一个幅度 那 这里就没有恒指两倍 OK 因为就拿不到 那么多DATA出来 因为刚刚上了 那 如果两倍的情况 在同一个情况下 那就乘二 那就跌了24 就是这样的意思 那其实你说 现在上半年是这样的情况 那么下半年 会不会是继续 这个趋势下去呢 就是两倍的东西 要再升得多些 一倍的东西 会再跌得多些 又未必是 OK 因为呢 其实外围因素 是比较复杂 OK 香港内在因素 亦都有些 有些事情在发生 但是始终整体的市场 外围因素 是比较重要的 那我们就看下 接下来 我们从外围因素 那里去看一看 看一看 现在中国 美国 欧洲各个地方 发生着什么事 然后我们再估算 在美股 港股上 下半年 它的走势 会不会和 现在上半年 头七个月 会有一个逆转 接下来 我想我交给 Tiffany 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好 很高兴大家 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第一次 我叫Tiffany 中文名 刘淑婷 来自华夏基金的 EDIM业务部 和资产费资分享的部分 首先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 这个全球资金的流动趋势 我们要看全球资金 是分了两部分 一个就是叫做 发达的市场 另外一个就是 叫做 新兴市场 在这两个市场 这幅图里面 可以看到 淺色那条线 就是新兴市场的 资金走势 深色那条线 就是发达市场的 资金走势 由于这个全球资金 因为外围环境 刚才说到很多 不明显因素 这个大家都担心 之后发展 这个全球资金 是偏向谨慎 发达市场 和新兴市场 资金走势 都是向下的 但是幅度不同 我们看到 发达国家的股票资金 跌幅是会比 这个新兴市场 更加大 更加深 在2018年中 就开始流出 到现在 都是向下跌 那新兴市场 方面 就会比较平稳一些 那 再下来 我想和大家 再细分 看看 新兴市场 发达国家 里面的一些国家 美国的股票市场方面 我们看了在左上角的图 那又是了 深色那条线 是代表股票的资金流向 那 浅色那条线 就是美国债券的资金流向 那 大家看到 就是股票 由2018年起 一直这样流出 超过1千亿资金 美元的 另外在债券方面 就是一条直线上标 有 现在已经累积超过1.2兆 美元 2兆的美元 的一个资产 在这个债券上 那 那 隔离呢 就是欧洲市场 那 打滑隔离 那条角股图 那又是 深色线 就代表股票的资金 浅色线 就是债券的资金 我们看到 欧洲和美国相似 又是由2018年开始 就资金已经向下流出的 流出这个股票市场 那债券呢 就由2019年后开始 就是向上升 那 由600亿 去到现在的接近1千亿 回来 我们这个近些的新兴市场 新兴市场的 亚洲股票和债券资金 和这个八大国家 我们看到是有一个不同的相似 那 虽然是 都会有小幅的向下 在股票市场上面 但是那个跌幅 是比起八大市场国家 美国和欧洲那边 是低了很多的 再在隔离那幅图 就是我们 这个中国的债券 和股票的资金流向 那因为 我们自己属于这个国家 所以 我们看到 那个表现都特别一点的 就是它 股债在近期 都是齐升的 那么 股票的资金在2017年的低位 反弹到现在 一直向上 虽然近期 这个 有少少的 就是 额文的一些因素波动 令到资金回落 但是 贯幅度也都没有 好像欧美市场那么大 另外就是 债市了 中国的债市 大家都可能都近期 听得比较多 特别是在今年年头开始 你见到那个上升趋势度 是很斜很斜 就是增长得很快 那么 那个比例 其实有点 头到现在应该上升了 5倍 3倍 那我们总结的话 其实外围资金是风险 即外围市场是投资风险加大 但是国家的资金流入了亚洲市场 令到 特别买一些避险资产 例如在债券那里 那样 再看看这一个图 我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中资海外的市场 什么叫中资海市场 就是海外的H股 和美国的中概股 那么 2017年头 我们看到这个实线 就是它的资金流动的变化 我们看到2017年头开始 因为资金是慢慢向上升 流入去中国的H股 和美国的中概股 那么 由2018年 大家都记得 中国的南美楼跌得很多 但是你看不到 一个很大的资金流出的 都是保持着 就是没有一个恐慌性拷手 都是回来 获利回吐又回来 那另外呢 下面这幅图 我就想再和大家细分一点 就是这个 海外资金流入中概股 这个方向里面 分了一个主动基金 和被动基金 就是ETF的一个资金流向 主动基金我们看到 是红色那条线 叫做主动基金 被动基金 就是上面 淺色那条线 那么 主动基金我们看到 是由很多年前 开始慢慢向下跌的 下跌幅度很明显 另外就是 ETF另外一方面 就是反向上的 就越来越多人 买进去 或者把资金放进去 ETF那里 那特别是一些 长线的投资者 对于中国这边的 ETF就特别看好 另外就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自己平时也有看报告 就是说 在美国那边 10个基金主动管理的基金经理 有8个是跑输的市场 既然我又要给 这个高一点的管理费 去买一只主动管理基金 是希望有一个高一点的回报 但是如果跑输的时候 那我不如买一只ETF 所以就 越来越多资金 是流向这个ETF市场 我们看到流进去 这个ETF市场的 是的 我们看到流进去 ETF市场的 是什么呢 就是一些大型的 投资者 包括主动基金 包括我们的保险的 一些资金 大型的一个 投资管理的 这类型的投资者 就是偏向ETF 作为我们的资产配置 那这里呢 在我做这个 这个资料搜集的时候 见到一幅 比较有趣的图 所以想和你们分享一下 就是 这个就是 一个ETF 和我们一个MPF 就是强资金的 一个收益回报 和一个波幅率的对比 那我们看一看 在橙色的股票基金 和这个红色点 那个SPY SPY代表什么呢 就是标普不白 那在那个 波幅率 其实你看到 是差不多 或者更加高的 一个股票基金的 一个回报 是比一个追踪 一个ETF 或者是一个指数 因为它没有那么高 或者是一个回报 那么高 但是波幅也没有高 也很高 那我不想 我不想 我不是一个 叫做 这么高的投资者 是保守一点点的 帮我买债券基金 那他做了 就是一个债券基金 下面这个 就是债券基金 那上面这个 就是一个IG 就是投資級別債券的指數 其實有收益上的回報差距 我們看看很大部份的差距 是來自於基金的管理費 也看看能否做到更加 比市場炮得更加好的收益 所以可以看看 原來一隻ETF或者指數 對於去追蹤市場的成本效益是更加高的 不知道大家是否記得 ETF對市場的優點可以分散投資 另外就是用流動性比較高 透明圖比較高 可以看到裡面的東西 如果買了基金 其實它只是給你看頭實 就是在什麼來做 但你買了一隻指數 就知道裡面拿了什麼 全部都看得完 好 回到來了 就是說一說 A股ETF今年的一個資金流動的趨勢 紅色那條線是代表3188 有淺藍色和深藍色的 就是一個兩條線 大家看得清楚 就是代表現在兩隻 A50的ETF就是 222和223 我們見到大部分的資金 或者是在流入方面 投資者是偏向於 3188或者是3300的指數比較多 而在流出的時候 這個3188的流出 亦都比A50的流出少 這裡是可以再清楚看到 他們的分別的流入和流出 在上面就是 沐深深的下 就是A50的流入和流出的情況 這裡就跟大家說一說 我之前也做了一個 叫做資料搜集 就是在交易量上面 紅色的部分 就是護心300 下面是紫色和綠色 紫色的部分 就是中國裏面的護心300 的交易量 綠色就是美國裏面 最大的ASHR 最終護心300 的ETF的交易量 從美國和中國分別來看 其實香港都是屬於高交易量的市場 我們是ETF的 那麽多資金面的流動 全球的資金走勢 大家有一個概念 其實是大家的避景資產 或者風險上面 大家都是開始有少少擔憂 那怎樣去選擇市場呢 或者是怎樣去做一個投資 我們接下來會說一說 這兩個市場的一個投資方向 或者策略是怎樣 首先就是A股上半年 因為剛才說的全都是海外資金 我們再看看 真正正流入了A股的資金分佈 上半年 其實整個上半年 總計加上 是968億 接近1000億的資金 流入了中央的A股市場 主要原因是甚麼呢 就是國內外的投資環境改善了 另外就是各國的國際知名指數 都納入了A股 令A股更多可愛的投資者 需要去關注 或者跟蹤指數去做它的資產貨幣 亦都要跟蹤指數去買入他們A股的部位 這裡就說了 就是A股市場上半年的表現 我們看到A股市場上半年的表現 都十分之涼勵 無論各大指數 尤其是A50 虎心300 深圳城市等 都是超過20% 平均超過20%的升幅 如果你在年初有任過A股的 其中一個指數 現在都有今上下的收益 在全球來說 全球股票市場來說 A股又是怎樣呢 旁邊的這幅圖都看到 最上那個除了俄羅斯 可以超過A股 有29.8%的收益之外 第二名就是深圳城市 第三名就是創業版 接下來我們的大盤上證 指數都是排第五 有19.45%的收益 在香港又是怎樣呢 就是香港 我們可以看到 雖然很近 但是那個表現 未必可以這麼接近這個A股市場 但是都有一半的收益 即是回報 有10.43% 但是比台灣好少少 這裏就看回我們在A股市場裡 一個市值的變動 剛才說了上半年的A股市場 都收益率都… 表現得很好 11% 平均意識到平均的收益 所以在市值的變動 其實都是反映相關的數據 特別是在深圳的主版 和創業版上 有一個聲波特別大的 這裏我就想和大家分享 其實上半年發生了些甚麼事 令到這個資金 或者是A股表現得比較好一點的事件 首先我們在1月份 看到央行降準 當時降準1% 釋放了1.5萬億的資金出來 另外去到3月份 不是央行 中國政府有一個計劃 就是減費降水的計劃 今晚去到2萬億的規模 這其實不是一次性的 是有一個延續性的 所以我們之後看一看 如何做延續 去到5月份 MSI擴容 將A股納入更多的因子 由5%至20% 這件事也是我們認為 是一個延續性 因為現在5月份做了一次 之後應該還有兩次 再之後 接近6月的時候 A股入庫 這個庫就是富士羅素 這個指數 全球的指數 也都是為A股帶來了一個延續性 在未來的資金面上 也會有一個資產 再看看 我們剛才說 A股市場上半年 增得這麼好 下半年可不可以繼續呢 繼續有什麼因素呢 我們剛才看看 在中國貨幣政策上 中國現在應該 大家都知道 不會再做這個大上漫貫 即是說不停地訪問 去救市 因為成效 現在好像不太見到 所以中國那邊 開始做多了這個 叫做定鄉鋼準 定鄉鋼準是什麼呢 大家有沒有 看過這個漫畫 就是 她說 這個包租婆 大家記得 長江 這個 酒精辭的一套影片 你媽媽就是 包租婆 要 包租公就要問她 要我拿水 然後 下面那個租戶 就是奇門企 就說 我要水去做生意 要媽媽放水 那 這個 楊花就說 好吧 你要水我給你 她就去給水 但誰知道 原來都把水都放在 包租公上 包租公是誰呢 就是這個 大型的乘商行 大型的乘商行 收到央行的水 但未必實際去到下面的 民企 小型企業 那裏 為了真正令到下面的 民企 小型企業 真正令到下面的 可以拿到資金 拿到支持 她又怎樣做呢 所以就說 有一個特別的政策 就是叫做 有一個優惠給你 便宜15個點市 借錢給你 但這筆錢 你一定要借給 民企和微小企業 這樣才可以成為一個 即這個在計位裏 有一個要求 所以我們看到下半年 中國會更加多 這個政策出來 將資金流向 會定點流向 在一個中小型的企業 去幫助他們 渡過難關 以及支持整個經濟 剛才說到 就是說 三月份有個 減費降稅的計劃 其實看回過往的歷史 中國減費降稅這個規模 是未試過去到2萬億這麼大規模 今次的2萬億其實是 叫做空前的一個 前所未見的一個規模 所以希望 應該說這個計劃 其實是在3月推出的 接著在4月5月慢慢實施 在企業上面的話 他們 應該說除了個人 無論是個人和企業 都會有這個優惡 接著 企業上面的話 主要有什麼優惠呢 就是政策性的收費減免 或者是降低 和經營性的一個收費的減免和降低 去幫助這些企業 有一個更好的盈利 所以要在這些盈利 真正正正落到企業的代理 裡面 在他們的財布反映出來 是需要一段時間的 我們預計 今年3季度 這個盈利的效益 就會在3季度的業績部 出現 慢慢將中國的經濟支持著 另外 第三個催化因素 就是中國的內需增強 居民的消費升級 我們記不記得7月初的時候 中國出了GDP數據是6.2 比第一季度6.4跌了一點 但是在這個GDP數據裡面 我們最重要看的是哪幾個點 就是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這個簡稱社令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社令這個其實就是 在第三產業裡面的一個數據 因為中國的GDP構成了 有三個版塊 第一產業 第二產業 第三產業 而第三產業對於GDP的支撐 或者是佔比是越來越大 社令也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數據 可以看到 右邊這幅圖 社令的增速 是在2019年初 已經開始反彈 向上升 幅度很高 而旁邊就是 旁邊就是 這個社會 限量以上的企業消費品 那個增速 按這個 產品分 這個有什麼看呢 就是它分了 這個消費上面 有一個必需消費 和可選消費 深色的那條線 就是必需消費的一個增速 淺色的那條線 就是可選消費的一個增速 大家可以看到 可選消費的上升幅度很高 還有那個 應該說對這個社令 增速是一個很大的貢獻 而我們必需消費品 那個支持都是 即是說它的表現是很平穩的 是的 那中國整個社會裏面 我們看到 消費的那個升級 那個現象 越來越明顯 所以 令到這個 即可選消費 就是說我們買些好些的東西 吃些好些的東西 用些好些的東西 這個叫做可選消費 那個增速就會比 這個必需消費 高很多 或者增長得快很多 那在下面呢 我想和大家在另一個角度 去分析這個 支持中國的內需強緣的原因 這個呢 就是哥本哈根那邊做的 一個全球財富的一個報告 分佈 或者是它未來的趨勢的報告 那呢 它上面見到 中國是世界上增長最快的 一個財富市場 是在全球裡面 增長得最快的財富市場 那 在它的數據 未來全球各個國家 總財富的 複合演化增長裡面 中國是排第一的 達到11% 比印度 包括西高 南韓 香港 都要高 都要高 那它現在做的 這是2018年至2023年 這五年之間的一個中夥 在下面旁邊 另外一個圖 我包含著的 就是在說 未來幾年 一個超高正值的人權 的一個增長比例 那什麼是超高正值 來解釋一下 超高正值呢 就是說 如果你的銀行會開裡面 有一億美元 銀行呢 你的銀行就會將你 超高正值的客戶 有一個不同的服務 那 在這個 全球的市場裡面 中國是排第一 有16% 即它預期有16%的增長 那另外 之後就是 在印度 美國 俄羅斯 麥西國 那 我講這個數據 就是想告訴大家 中國的有錢人 越來越多 那個財富增速是越來越高 所以他們會願意去更加 願意買一些 叫做奢侈品 或者做多些個人的服務 就是去洗多些 旅遊 教育 醫療 各方面的這些東西 所以對中國的下半年 即接下來的增長 是一個很強勁的一個因素 或者支持中國的內需經濟 那 第四個 就是 第四個因素 就是一個外圍少少的因素 外圍的因素 應該說 那 MSCI 在今年5月 剛才說到 就是 宣佈將A股的 因子納入由5% 升到20% 在5月份 宣佈6月份 就實施了 第一輪 其實它有三輪 第二輪 就會在8月份 就是下個星期 會宣佈第二輪的名單 以及哪些股票會被納入 到時候可以大家留意一下 第三次就是今年的11月中 完成了 整個由5%至20%的進程 如果完成後 有多少隻 A股呢 大盤的A股有253隻 中盤的A股有168隻 當中包括了27隻創業版的股票 這裏就想給大家看一下數據 就是說 MSCI 立入了A股之後 一些 會怎樣 或者預測是怎樣 我們看回過往的經驗 而MSCI 比較近一點 就是說 在台灣那邊 在之前 應該說 MSCI 立入台股之後 它的台股表現 大家看看這幾個包 就是說 在綠色那個 就是12個月之後 它的股票表現 紫色那個 就是9個月之後 藍色那個 就是6個月之後 橙色那個 就是3個月之後 時間越長 越來越多資金 或者可外資金 要跟蹤這個指數的時候 就將它們的資產分佈 去 即是再重整 去跟回這個指數 調整了 來加了台股 之後加上A股 那個分佈 它要跟著入的時候 這個市場 因為資金多了 它就自然 股票的上升空間 也是大了 所以我們預計 MSCI 立入A股之後 這段時間 完成之後 會有越來越多的資金入 這個市場 然後它的上升空間 我們覺得是應該 比台灣更加好的 下面那個圖 就是指MSCI 在未公佈之前 用這個 滬深港通流入 北向流入的一個資金量 其實當時 只有3470億人民幣 但是納布納入了之後 那個滬深港通的資金 就已經是去到7,327億 這個數據跌至今年7月 我們看到那個增長率 9個空間是100%以上 最後就是想跟大家說 再分享另一個 另外一個指數 納入了這個 富士 納入A股 就是富士羅素 今年在6月份的時候 都宣布說 他要將A股 納入全球指數 這件事 不是一次過威脅 就是 他就會分析三個步驟 剛才說了 6月份會納入 A股20%的比例 接著 接下來9月份 就會再納入第二次 是40%的比例 最後一次 最後一次 在2020年3月份 就會完成 最後一個 比例納入 就是40% 到時 整個 全球指數裏 中國的A股 就會佔了 大概2.5% 所以 我們剛才說了 8月份 有MSCI的納入 然後9月份 又有 浪梭夫士的納入A股 所以 這個時間段裏 我們都會覺得 會有枕著的資金 納入A股市場 去支持A股的發展 剛才說了 那麼多A股市場 的情況 因素 各方面的分析 我們如果要追蹤 這些 追蹤這個市場 可以考慮一下 身體不斷 大家剛才說過 也有人買過 亦都瞭解 另外一個 其實華夏 有另外一個追蹤A股的 ETF 是3197 我自己個人 都比較喜歡 3197 因為 它 在整個 MSCI 納入所有股票之後 它納入 涵蓋的股票 導致偏向 多一點中間 也是 還有創業板 所以對於未來 這些公司的成長空間 我覺得會更大 所以如果你們 中長線看的話 這個3197 我自己會比較喜歡 這裏再和大家分析一下 滑芯300 它的上半年的表現 滑芯300 和MSCI 衝國的A股 國際通緝相似度比較高 由99.6%的correlation 但是在行業的比重上 他們的比重是相隱不妥的 我現在再和大家講一下 這個方面 首先就是看了 滑芯300 在上半年的表現 哪幾個板塊是比較出色 就是可選消費 剛才我所說的 升幅是接近30% 然後第二就是金融板塊 金融板塊 在A股來說 都是負責偏低 所以都是買入 另外就是電子訊息 下面這個風險回報分析裡 看到我們的可選消費 以及金融的PE 其實是偏… 特別是金融的PE 現在還是比較低 9.100% 雙的數字都未達到 所以也都是未來這個 會增長的空間 另外就是剛才提到的 這個… 必需消費 Consumer Discretionary 都有17.6% 一個PE 而在行業上也算低 剛才提到可選消費 就是我們看看ROE的回報率 就是這麼多的板塊裡面 最高有19.3% 所以在這幾個板塊 我覺得都可以值得留意一下 剛才提到這兩個指數的比重又不同 最大的不同是什麼 大家看到嗎 就是可選消費的板塊裡面 MSCI中國A股國際通的可選消費 比重是接近9.23% CSI300就是4.07% 另外除了可選消費 剛才一直說 這是未來的增長空間 另外一些比較… MSCI權重比較高一點 就是電訊業部 剛才說的上半年已經不錯 另外也有信息科技 最後就是金融 也是多了一點 這裡想給大家看一看 就是上半年的資金流入A股 剛才說的有1,000億 那流到哪裏 就說哪些股票 我就有一個表 就給大家分享一下 頭十幾個 就是哪幾個 第一名就是我們的格力 有80億的資金流入 第二名就是銷商銀行 76億 第三名就是中國平安 72億 之後就是行榆 平安銀行 銷商銀行 茅台 海爾 美的 溫市 這些股票都是 在前十年內 是比較高的 一個是資金流入 你看到它今年上半年的升幅都不差 也很好 這個呢 就給大家看看 這兩個指數 這一個是護心三法 即是三一八八 還有華夏的 中國 MICI中國 A股國鎮通生 197 去過前十大持倉 剛才說了幾個名字 比較多資金流入的股票 好 那我再來和大家分享一下 為什麼我會看這個可選消費 可選消費 我覺得比較好的這個反法 第一就是說 雖然現在有貿易關稅的影響 但是這個圖是對比了中國和美國的製造業和非製造業的指標 你看到上面這兩組的一個線 就是代表了美國的製造業和美國的非製造業 你看到它都是向下的 就是美國在這個貿易的戰裏 他們製造業和非製造業的表現都是向下 但是在中國方面製造業和非製造業就有分開發展 如何分開發展呢 就是這個淺色和黃色的線 它代表了中國的非製造業 它反而失敗沒有受到中美貿易的影響 是平穩發展之餘 甚至向上的趨勢 所以這個是支持到 其實中國的一個服務業 特別是對未來的一個發展 是不會受外來環的影響 只是受外國內的一個因素 剛才說了外國內因素的財富增長很大 所以也是未來的增長空間 第二 隔離呢 這個 不好意思 剛才說這些數據 全都是我們一間大廣的財富管理做的分析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近來這段圖就是 這段圖說了 預計在2023年之前 亞洲新興市場會為環球的增長 貢獻帶來了55%的一個貢獻 亞洲市場中 中國是排行第四 所以這個增長空間是很大 你看到除了印度、菲律賓 還有就是越南 第四就是中國 也是一個很高的增長空間 在下面呢 這裏就說了一個圖對比 就是說在2020年的時候 中國的環球經濟的增長貢獻 將會超越美國 就是說中國的經濟增長會比美國更加多 在2030年的時候 中國甚至會取代美國 成為一個最大的經濟體 你看到的上升空間有多大 在旁邊呢 可以看看 就是說 我們預料 未來亞洲在2020年的消費增長 是全球的2.6倍 2.6倍 就是說 花費的錢 就是花費多了很多 那花費在哪方面呢 那個數據就是說 會在一個人服務上面 高級的消費品 車次品 娛樂 旅遊 教育 醫療保險 財富管理等等 這些板塊 都是消費 或者是增長的一個板塊 再下面就是 看看過股的情況 剛才說了可選消費 可選消費有些什麼呢 就是白酒 白酒的市場 我們今年茂唐 大家有留意 它已經成為一個千元股 最高的時候是1035元 所以 所以 未來 我們覺得它未來的增長 為甚麼呢 就是因為剛才說到 中國是一個 出現了一個 M型社會的現象 而M型社會 就是說 有錢的人多 窮人又多 但中間低了下去 是甚麼 就是中產的階層 中國的M型社會 其實都被 越來越明顯 所以 有錢的人 願意去 提供 吸收費品上面 去消費 是不會有支撐 另外就是 中國的假酒問題 大家應該知道 在中國買一支茅台 你很害怕它 不知道真還是假 所以 有人做了一個統計 就是說 實際上真真正正的 茅台的需求 其實是現有 茅台公司的數據上的 三至四倍 所以如果中國打架的力 就要強勁的時候 對茅台的需求 都越來越高 真真正的 真真正的茅台的需求 越來越高 所以這也是一個驗證 之後就是養殖業 養殖業 其實這個豬 其實是屬於可選消費的版牌 大家知道嗎 大家知道 大家都知道 現在發生的一個中估 就是非洲豬瘟 豬的供應量下跌 但是豬吃豬瘟有很多 就需求 一樣高的時候 所以價格就會升了很多 是的 所以 它那個豬價 其實YOY同比的話 升了45% 一個豬仔的價格 YOY同比的時候 就升了76% 即是一年前的年價 要貴75%才買到那隻豬仔 所以 溫氏股份是其中一個 是做養豬 養雞 一個很大的公司 而今年 亦都表現得十分之兩敏 剛才說到雞的話 其實吃不到豬 就要吃雞 所以雞的需求就高了 這也是一個原因 支持這個公司的 這個 營利方面的一個收益 隔壁就是創新的 藥企競爭能力 我們說到這個 行帥醫藥 這間公司 就在300間A股 在A股裏面有300間醫藥股 這間公司是 叫做一哥的一個地位 在1970年起家 主要當時是賣紅紫藥水 不知道有沒有用過 現在最主要是經營抗腫瘤的藥 和麻醉的業務 如果你看到公司的業績 其實是一個很漂亮的緣度上升 所以這也是我們的 MSCI裏面的一個股票 所以它的上升空間 亦都是令到 MSCI的成長 是一個難典來的 其實是很不錯的 追蹤A股的成長 就是補足A股大股 中股創業版的一個 增長空間的一個指數 我們看回現在 這個3197 是否時候去服儲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 合理的區間 最近可能川普 又說了一些話 令到環球的市場有動盪 我覺得反而是一個好時機 因為大家在一個低位 或者是比較低 它跌下來一點 反而是在一個比較穩陣的位置 去做入市 所以大家可以觀望著 九個半市九個九的一個區間 去留意著這隻ETM去服儲 上網就是我們短期內 去到年底應該會 希望有一個十一個多元的目標價 在3188上面 我們看到就是 最近3188的表現 是進入了一個整固的狀態 在整個六月份 七月份 在一個窄幅的空間 在一個窄幅的空間 我們覺得這個 下半年其實還有16%的上升空間 所以現在覺得 MSDA是合適教委的朋友 也都可以留意著 我們覺得下半年 會有10%的上升空間 說完A股 美股又怎樣看呢 這邊有兩種產品 7331和7261 7331就是反向一倍 7261就是槓桿兩倍的產品 去幫大家看看美股可以怎樣玩 我們跟大家說一說 拉斯達克100 因為剛才那兩隻產品都要跟蹤 拉斯達克100這個指數 拉斯達克100指數裡面有些什麼呢 大家可以看看 第一名是微軟 他的權重是10.64% 第二名是亞馬遜 9.68% 第三名是蘋果 9.53% 這三隻加起來就有30% 所以 目標率下那些都是一些科技股 所以 可以留意看看 這幾個公司的走勢是怎樣 我講到他們的走勢之前 我想跟大家分享最近 美股的一個狀況 第一就是美國經歷了 十年的長後增長 大家應該在這裏 大家應該在這裏 最近 是今個星期出的一個 GDP數據 上個星期日 GDP出的數據是2.1 比起第一季頭3.1 是有少少放悶的了 那麼 2.1裡面我們看什麼呢 就是看他那個 商業投資的比例人 我們看到企業信心轉弱 商業投資的表現 是在2016年以來首度下跌的 然後 另外就是出口 出口就會 你看到第二季度的跌幅 是達到5.2% 是一個比較大的跌幅 所以 美國方面 再下一個季度 大家覺得怎樣看呢 我就 是的 自己去 我自己都覺得有些危附 第三 另外就是 最近都減了息 宣佈了 減了25個點子 即便到2.25 接著 這個減息 其實 是十年以來 過去十年都沒有減過息 那就是十年以來第一次 所以 減息是否一件好事呢 對於大家來看的話 其實 這個 這個 剛才說了 美國的科技 這個股市是創新高 接著這個減息 其實反而令股市會向下跌 這邊 看回 我們 美國的市場 最近 是比較出現的奇怪現象 又是 股債提升的 股票 這個是標本500的圖 你見到它是 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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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向上衝 去到歷史高位 下面 這個圖 就是 彭博巴克來的 負值利率的 一個 負值利率的 負值利率債的總和 你看到 在2018年中開始 它已經可以上升 到現在 就是一個高位 那升了多少呢 就是 當時在2018年的時候 由6小到現在12.3小 就增加了一倍的數據 所以 為什麼那些人是 入市 入到債 主要是因為 亦都是對市場的 前景不明朗的因素 影響 導致他們想 將資產放 去一些更加安全的市場 裡面 那這裡 大家都不知道 還記不記得 年初三月份的時候 有個 這個 債息倒掛 就是十年期和三年 三個月的一個 美國債息倒掛 那由於這個 短債利率高期 這個資金 蜂擁去買這個長年期的債 去壓低長期的食率 那整個金融體系 其實都是受到衝擊 因為短債會受到衝擊 甚至會有流動性的阻礙 這個 大家有聽過 如果倒掛出現了 三至十二個月 市場就會出現了 一個 大跌的風向 就越大出現 可以留意 現在三月份 現在已經 一半的時間過去了 最後就是 中美貿易 中美貿易 有一個 雙方的家的關稅的活動 我們覺得 在這個中美貿易的 這個糾紛裡面 不會短時間的時間之內 和解的 還有大家 雙方一波 戰一波的反制措施 令到國內的 美國境內的一些企業的盈利 受損 所以 在 美國那個 對於貿易戰 其實我們覺得 影響是不小的 這裡見到 就是納克塔斯100的指數 越行越高 去到最近 因為一個 減息 和美國總統 川普說了 加關稅方面的一些因素 令到它 立即跌倒下來 在美國的成神股表現 又如何看 就是 第一幅圖 就是 微軟 微軟的表現 亦是向上的 另一幅圖 就是 Google Google的表現 現在見到 RSI 在一個 70 叫做超賣的水平線上 另外 最下面的圖 就是 Apple 蘋果 都 現在的 股價 表現 去到 RSI 70 水平 超賣水平 我們覺得 如果 這個照片 跌倒下來的機會 都比較大 旁邊 就是 Amazon 他們 其實跟整個 納克達斯的指數 表現是很相似的 所以 這些成分股 未來的 增長空間 會不會再創新高 也有一個 可能 未必那麼肯定的話 剛才提到 7331 就是 反向的指數 指數跌 它就升 一倍的 共同區別 一點就升一點 現在我們提到 納子在高位 星期四、星期五 都跌了 跌了2% 再加起來 所以 星期五 沒有再跌 大家可以留意著 這個產品 它就是 捕捉這個市場 如果指數跌 它就升的 一個 工具 去幫大家 在捕捉 這個美股下跌 的 獲利的機會 最後 這個 就是 是 給朋友 如果說 股票 或者 投資 是比較 偏波動 我不想這樣 波動 可以 買些什麼 或者玩些什麼 就是 有一個債券 ETF 華夏的債券 ETF 213 是一個 指數 它就跟蹤 彭博巴克萊 中國 的 國債加 政策性銀行債的指數 裡面 大概有些什麼 就是中國的國債加 政策性銀行債 比例 就是國債有40% 這個政策性銀行債 有45% 有什麼好處 這個債券 ETF 第一 就是 它的成本低 平時你去買這個債 本身要拿幾十萬出來 才能買到這個債 但是 如果你通過這個ETF 你就可以 用一個低一點的成本 去 叫做 由一個 入場 入場 轉入一個債券市場 去買 買債 那 債券有什麼好呢 就是穩定的收益 低的風險 另外 就可以收息 我們這個 2013的 中國債券加政策性銀行債 的一個食律年 大概3.5厘左右 如果你想 不想這麼高風險 又想買一些有息的東西 我覺得 債券ETF 也很適合大家去 考慮和部署 下面這個 給大家看 這個 2013的表現 這個 ETF 在去年 2018年的6月 發行 到現在為止 它的收益率是有6.44% 買債的ETF 有6.44% 風險不大 我覺得現在 都比較滿意 對於它的表現來說 再接下來 我再交給Fedric 去講一些交易的提示 有什麼問題 可以一起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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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挺喜歡 Tiffany說到MPF 那一點 其實MPF 你看看 它儲錢的方式 其實跟ETF 很類似 但如果你用MPF 買200 你知道你要付多少錢嗎 MPF買200 200收的你多少錢 管理費 5個點 5個Basis Point 5個Basis Point 0.05% 如果你用NPF買 是0.95% 差不多1% 我自己看 我自己的NPF account 其實很少看 我總是會發覺 就是 管理費被人收了很多 Trustee fee 被人收了很多 但我的回報 就很麻煩 所以如果我自己選擇 我可以 如果我自己有這樣的 話事權的話 我就 斬了所有的 我自己的NPF 然後用ETF來代替 但很可惜 就不行了 NPF現在就 允許 這個ETF的 幅度也不是多 A股好像暫時也未必得 剛剛 Tiffany和你分享了一些 A股資金流的 為什麼我們要講資金流 其實資金流 跟你們有什麼關係 你們可能都是 看回報 看表現 看流動性 其實資金流 是告訴你們 一個就是全球 在A股 尤其是A股上面 我們說A股 其實全球都是這樣的意思 這個概念也是一樣 全球的資金 在A股這個配置 的部署上面 是在做一些什麼 基本上 就是兩三個大前提 第一 就是海外大的機構 譬如像香港的MA 中國的社保 這些類型的機構 當他們做投資分佈的時候 他們都會有我們所謂的Benchmark 就是他們對標的指數 在他們的Benchmark底下 他們要選擇中國 我用過什麼Benchmark來做 我用戶芯300 還是用A50 還是用MSCI All China 還是怎樣 基本上我們看到 在過去這三到五年 在剛才 剛才展示給你們看 我們先去之前那個施錄 基本上過去那三至五年 我們看到一件非常明顯的事情 就是外資在做中國的配置的時候 基本上他們是向 護心300這個指數去行 不是說其他指數不好 其他指數其他指數 其他指數是玉珠 但是為什麼它要走護心300呢 很簡單一件事 就是因為它夠闊 它橫跨所有的板塊 平均分配在所有中國的行業 無論你是傳統的板塊 譬如是銀行 券商 或者是新的板塊 保險 消費 或者是更加傳統的 工用股板塊 或者是原材料板塊 它全部都有牽涉到的 還有它有護心兩師 最大的300隻 基本上跟MSCI 現在要納入中國的部分 其實是很類似的 為什麼它要納入這麼多呢 就是因為 MSCI去納入的時候 它不會無緣無故憑感覺 它當然是看它的客人 它的需求在哪裡 或者它的客人 養老金 他們做配置的時候 他們想配置一些什麼 它才去制定這個納入的元素 所以一定有一個原因 如果是這樣的事情發生的話 就是說 在兩個指數上面 在幾個指數上面 護心300 A50 或者其他A股的指數 哪一個會更加慢慢 會被資金追捧呢 一定就是 全球資金要配置那些指數 護心300 MSCI 就是國際通 就是我們入魔的指數 所以 這個是給你們作為一個 你投A股 或者是這麼說 投A股的ETF的時候 給你們一些這樣的分析 讓你們明白 外面全球的錢 是在走哪條路 如果你看回 2822 2823 和31800 這幾隻 你多數都是看成交量 很少看總資產 如果你看看總資產 你又過去五年的總資產 那個分別 基本上這幾隻ETF 當時可能 2223 在這裡 388 到今時今日 已經差不多一樣 我們看到是什麼 入的 就是入護心300 的指數 出的就是A50 不代表沒有人會玩 一樣都會有人玩 因為不同的指數 可以做到不同的策略 但這個就是 一個大圍一點的 一個情況 也有提及過利率 剛才也有提及過一些債券的ETF 債券的ETF 就不是那麼多人會去買 為什麼我們會說這件事呢 剛才Tibony也提及到 就是中國政府打後它的 那些叫做什麼 做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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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激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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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叫做 那很多人都會在那裡 說 它會不會再放水 覺得再放水 就是絕對一件好事 其實未必的 其實未必的 在內地未必 內地人行對於放水 或者是M2的增長等等 他的定位是要和名義的GDP看齊的 名義GDP就是真正的GDP是6.2或6.4 再加上通脹 今年通脹是因為豬價的問題 差不多到2.8、2.9 你計算6.2、6.3 頂籠其實是9.5 或者是他再放多一點 或者是10% 第二 頭半年我們看到 整體放水的力度 已經是差不多和名義GDP 差不多水平 如果你問下半年他會不會再放 我們自己行就不覺得他會特別再放 一來是因為和名義GDP 已經是比較看齊 第二就是他不會想把貨幣政策放太半送 全世界減息 但中國其實未必會有太大的需要去減息 因為他不想再吹大波 去共閣去了那麼多年 他也不會想再加上共閣 所以基本上以利率上來說 中國國債是會比美國國債 比較吸引一點 因為中國國債和美國國債 基本上現在的 有一個分別的分別 大概現在已經有慢到1% 上年年中年尾的時候 可能都是六七十個點子 但現在又開始慢到大 所以其實在一個 拿收入拿債的情況下 債券ETF大家可以看 可以想一下 因為他其實入場費一千多元 你可以買到一籃子的債券 給他三來半息 當然人民幣也會有一個風險 但你買所有債都會有這個風險 因為人仔各有各體 我們覺得今年都 所謂七的位置 基本上不會有太大的可能性 會穿七這樣說 可能都是在現在六點九幾 到六點七百幾 那些位置浮游 當然不同人有不同的底靶 剛才我開場的時候 可能跟大家說過 你們買賣ETF的時候 看的重點 很多人都會看交易量 大家知不知道交易量 和流通量是有分別的 很多人都覺得交易量和流通量 就是我每天的成交額 是多少億多少萬 那個就是流通量 但其實這個不是流通量 ETF是什麼 ETF是一隻股票 因為股票下面是包含了一籃子的股票 是吧 護心300就包含了300隻 A50就包含了50隻 它真正的流通量 所以我們叫Liquidity ETF的Liquidity 是說它 Underlying 即下底的籃子股票的流動性 這50隻是否大盤 這50隻是否全流通的股票 是否流動性很高的股票 它真正的流動性是在說這一點 第一 第二 第二 流動性的意思是甚麼 你看到這個是一個snapshot 我拍了一張照片 在星期五的時候 在交易時奪 3197的擺盤 你看到有不同的券商 或者是做市商在賣 最好的是Best Bid 最高的願意買的價格是10.4 以及願意賣的是10.4.4 即是2TAC 當然它不會每一隻ETF都是1TAC 因為有些不是每一隻ETF 而是2TAC 我覺得是很公平的 因為其實你差得不太遠 首先Bit Offer 我們叫做2TAC 然後兩邊 你會看到有足夠的貨源 給你買的 Bit那邊總共 5、6條線大約10多萬 Earth那邊也差不多 有十多萬的貨 除非你告訴我 你要買到整個籃 一個籃 我們叫做50萬股 50萬股 通常你會直接來 跟我們做一個新舊 那你就不會在這個 股票市場上去買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流通性 即是說 你要買的 你要排的 你就10.4排 如果不是 你多給2TAC 你就買 那為什麼我要多給2TAC 那給多2TAC 我會不會不著數呢 那另外一件事你要看 另外一件事就是 這個叫做資產值不值 我想我在其他 要財的一些講座上面 都有提過這件事 就是這個資產值不值 其實這個概念 跟你買一間公司 買一個股票是一樣 公司也有公司的股價 和它的資產值不值 它的股價怎麼來 你資產值不值都算出來 那ETF也是一樣 它底下的一堆股票 200也好 300也好 50也好 它其實也有一個資產值不值 那個資產值不值 就是這個ETF的資產值不值 那個資產值不值 那個資產值不值 代表這個ETF現在值多少 如果你的ETF現在是賣的 市價 市價和正值 是會有日價或者折讓的 這個有很多因素 可能是那一期特別 多人喜歡買這隻ETF 所以就在市價上追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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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到它變成一個人價 OK 比它的資產值要高 那有些可能是 不是的 它不是那麼多人買的 但是它的資產值 其實一直都在升 但是它的ETF的股價 就不太升 變成你的ETF的股價 你在這個版面上面看到的股價 就低於它的資產值值 那如果它低於它的資產值值 那一般機構上面 機構投資者他們會怎樣做呢 他們買賣ETF 有時候會經過我們一起 就是我們不會幫它做交易 但是我們會跟它做一些分析 如果那個ETF的價 是比它的資產值值低的話 基本上他們的版上面 什麼價賣其實都是抵抵的 因為在它的股票上 如果算資產值值的話 它買回來的價錢已經低了 OK 那你見到譬如 那你說你怎樣去比較 它的市價和資產值值 在哪裡看到呢 那就是在我們的網站 OK 華夏基金 這個chinaamc.com.hk 在我們的小冊子上面都會有的 那你進去呢 你就去到這個 基金產品 基金產品滾進去呢 這個你進去其實有一個 可以上網 示範一下 哦 算了 不要緊要 不要緊要 那你進去基金產品 接著有ETF 接著你就可以選哪一隻ETF 我選了你放大這個 那我現在選了3197 那你會滾下去一點點 你就會看到這個 即日估計資產值不值 還有市場價格 OK 那你就要看了 7月30日2019年 在11.57分 OK 這個即日估計的基金資產值不值 第一行 在11.57分 它是9.25 OK 就是說這隻ETF 在這一天的這一刻 它正值9.25 這個數目就是3197底下 所有的股票計出來的數目 那即是股價呢 股價去到哪裡 股價是9.09 股價是9.09 OK 那就是說因為 現在你用9.09去買9.25 我講的人民幣 另外港幣那是10.52 還有10.06 OK 一種意思而已 那就是說你用低的差不多 1% 我告訴你 1%這樣的價錢 去買這隻ETF 那我心會不會舒服些 這個不是哄你 這個是事實來的 OK 所以我覺得市場上買 ETF有兩大謀誤 第一 就覺得這隻ETF 很多人投資一定是好的 我想股票 你都不會找一些 世界的股票很多人投資 你不會看多不多人投資 所以你去買的 你當然看這隻東西 合不合買 是否好 它基本是怎樣 究竟它的增長性在哪裡 它的動力在哪裡 等等 尤其是這些 不是說給你天天天出去 那些 你要這麼多元素 你自己買完一段時間 你可能要拿回3、5、7個月 你怎麼會預期很多人都會 一、兩天之後 拋回出來 不會的 這個不同的 ETF有不同的性質 第二就是 資產淨值和股價上的分別 大家一直以來 不會這麼清楚 這兩個方面 所以今天就特意畫一畫給你們聽 小小提示和大家分享一下 另外 就 呃 呃 沒事 沒事了 哈哈 整天覺得自己好像還有東西要說 哈哈 有沒有問題啊 大家 有啊 都收到很多問題 好好好 我們逐一看 好了 我們開始了 大家有問題可以繼續 就是 拿出問題子出來 首先問是 Tiffany的郭先生問 為什麼反向的ETF 只有一倍槓桿呢 如果想看淡股市 怎麼可以用一個更加有效的方法 就是用一些 反向產品做對沖呢 嗯 這個是賣廣告時間 所以由我來說 嗯 問得很好 那兩倍那些呢 我們就快會推出的了 那就是 納斯達克100的兩倍 那你現在看到呢 納子譬如好像 禮拜五晚那樣 是吧 我們自從減息開始 納子開始跌了 其實兩樣東西 我之前在其他的講座分享 都有講過的了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破新高第一 就是死下來的了 第二就是減息 減息 今次減息和往年不同 因為一路以來 你看到納子在今年 一路以來 無論你那個 美國的消息是很與壞 基本上是一條線上的 OK 美國的share buyback 其實是對於 這個美市的 支撐美市呢 是一個很強的因素 但是你撐也要撐到一個點 那麼 在減息這一輪開始 你看到 C是白白的聲音 差不多兩天之內 兩三天 納斯達克就下跌了4% OK 如果他好像 昨天星期五 他急跌了1.3-1.4% 那麼基本上 你買了 如果之前有聽過我們說 你買了7331 那你那一天 你就賺1.3 對不對 如果你有兩倍的話 你就賺2.6 那分別是很大的 所以我們將會很快 就要留意著 要財的網站 開定account 和要財那邊 會告訴你 即時 好 反向的納紙 另外 陳心就問 現在哪一隻的ETF 適合長渣呢 會不會 債性那隻會比較好些 我覺得就是分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你的風險承擔的一個 就是方面 如果你是願意承擔 高一點的風險 高一點都可以 那我們就建議 在股票方面 就是3197 因為剛才說了很多 3197 和他那個成長的空間 各方面 我自己個人都很喜歡 3197的成長 這個ETF 那個表現都是 在未來中長線 剛才說到 3至5年的時間 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標的 給大家去持有的 如果在債券方面 當然 就是說 剛才Fedric 都補充了很多 在中國的利率 或者是整個市場上面 那個收益 那麼 我們的2131 ETF 就是跟蹤 國債和政策性金融債 第一 它的風險是低 大家都認同 就是國債 金融政策性金融債 風險一定是低的 剛才說到那個3.5% 3.5%的一個收息的一個 一個這樣的一個收息率 其實是對於風險低的投資者 又有這麼長時間 活動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還有在市場上面 剛剛開場的時候 我說了一些新的ETF 有些都挺適合長渣 我覺得越南的都適合長渣 你自己有沒有買 我還沒買 我還沒買 那什麼時候才是適合的時間 任何時間 要買 我今天馬上跟要塞開戶 我都可以買 204 好 大家記住了 越南那一天 很少可會說一些 不非香港或者A股的一些 是的 因為更加 因為不是我們自己的 而且不懂 大家有一個家購物 其實我怎麼會說 因為我自己本身 就挺喜歡越南這個概念 因為它走一個 但是越南的貨幣 會不會對這一隻的ETF有何影響 那不一定會的 底層是買越南股票的 但是越南呢 我自己的感覺就是 走中國的一條路 以越南人的那個特性 還有它們那個 尤其它那個population的結構 人口分佈的結構 其實我覺得 越南走中國那條路 是make sense的 但是呢 中國這條路走過來 其實有經過很多很多的波折 我們有強勁的外匯儲備 可以守得住我們的貨幣 那越南不好 還有在政策上面 我們在過去的二三十年 我們開放是一個 叫做一個mission來的 是一個任務來的 那越南有沒有這個 那麼強的意念呢 這些是一些不明落 即不確定的因素 但是如果你說 在越南的地產 只看這個sector上面 我自己就看得挺好的 還有它那個指數裡面 其實大部分都是地產的 好 那大家可以留意 有位黃女士 都是問你們那些債券的基金ETF 就說和銀行區的一些幫分 是應該怎樣比較呢 你們ETF和幫分 應該會不會是management fee 會有分別呢 首先就應該 比management fee低一點 對 銀行的債券基金就會 management fee 會高一點 還有第二呢 銀行區的債券基金 它很少會推國債的 是吧 它一定是推一些高收益 是吧 就是有很多 就是賺得高息 那些八、九厘 然後連連派那些 那其實是很吸引的 OK 無論銀行或保險公司或 都很喜歡推這些產品 因為 給你看到的回顧過 但有一件事 大家要留意的就是 債價不會永遠都是升的 是吧 即是說你那個基金的回報 除了是那個債的 派給你那個息之外 你在那個債 買了那個債券 那個債券令到你賺錢 OK 其實 其實你基金的回報 是跟這個有更加大的直接關係 那你債價不會永遠都是升的 因為有升有跌的 那你 好像前兩年債價不好的時候 那你又怎樣可以 一直可以保持著 九厘十厘的派息呢 那就是一個principle派 是吧 我給100元 我今年其實是虧了一元的 但我又要派一元給你 那怎麼辦 那我就在一個 在一個入獄這樣派 那你們大家留意 那你們ETF的管理費 是不是都已經融入了 在基金價格裡面 沒錯 那個所謂的資產證證 我剛才說 其實基本上就是 已經包了所有的管理費 各樣東西了 嗯 有沒有其他的收費 就是ETF 你買賣這隻ETF的話 你就有brokerage 其他就沒有了 嗯 好 跟股票一樣衝作 都是這樣下去買賣 沒錯 好多多謝黃女士的提問 好 最後一條問題 就是怎樣用一些反向的產品 做對沖 拿正股 然後買回一些反向的產品 反向產品做對沖 這件事呢 個人感觀 個人感觀就是 這件事比較適合機構 因為機構懂得計數 它懂得很 不是說大家不懂計數 但是機構計數的方式 是更加精準的 它是用機計的 它不是用我們憑感覺去計的 它有很多方式 它用整個algo去計 它那個投資組合裡面 它要多少%去對 如果你問我 反向產品可不可以再用對沖 我想問一下 你想對沖多大 你買一元的東西 你想對夠五毫 還是你想對一元 還是你想對一小部分 我想這個問題 大家都可以先斟酌一下 嗯 其實很多家人會問 這個 就是可能自己拿一些證物 不想放 可能低位買 但是你看到現在的股市 你看到現在的股市 你看到多少個股市跌 你都想做一些對沖 我應該這麼說 我不是說 你用反向來做對沖 你的長倉是不行的 但是我覺得大家要分開來看 你買了一堆股票 你現在在虧100元 或者說 你買了100元 你現在在虧20元 那你就去買一隻 因為你覺得它繼續會跌 你沒有東西可以抖運 那你就去買一隻反向的東西 在那裡嘗試賺五元回來 OK 你就不要想到對沖這麼複雜 你就想想 我現在 我駕駛那裡 你現在在市場 坐艇 我沽一邊可以賺回它 這樣去 嗯 好啊 問題差不多 大家如果還有任何問題 有什麼方法可以聯絡 可以在微信上問嗎 數一數個微信 隨時可以聯絡我們 嗯 嗯 我們也有電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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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 對 對 大家好 我們先開個拍檔 先走 這邊我可以 沒有問題 這樣 可以 沒有問題 可以 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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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需要再多一段時間 大家好 現在輪到我講講講港股的行情 開一手 又跟大家做一些熱身 這是什麼呢 這就是環球股票市場 即是年初至今的市場表現 左邊那些 很多市場都不知道是什麼 希臘股市 阿根廷股市 稍微有些顏色 好像你說深城寺 中小販 甚至Lanster這些 但是右邊 原來今年來算的話 其實跌的市場不多 其實不算多 你看到頭八家 八個市場 是有跌幅的 這些是全球最差的八個市場 數下去已經有得升 只不過升得不是太多 但是這個市場 韓國股市 今年是算的 韓國股市場 是在全球股市場裡 排行第七 韓國股市場有什麼代表 有什麼象徵的意義 你看看韓國的經濟狀況 是差的 什麼為之差 就是說 很多出口 特別是半導體的 是不行的 我們經常都說 其實韓國這邊的半導體 有些叫做金絲雀 如果經濟不行的時間 這些板塊 或者出口 就會很不變 現在出現這個狀況 還有就是說 本身 現在韓國和日本 都在打著貿易戰 其實貿易戰 不單單是 美國現在正在打 其實全世界很多地區都正在打 所以先說回這件事 大家都知道最新的情況 就是星期四 星期五的凌晨 特朗普又出銷 突然宣佈說 要向中國的貨品 徵收百分之十的關稅 那晚我夜睡 那晚我基本上 兩點鐘才睡 原先看到美國很好 三百多點都不管 那晚我睡前看一看 突然間你會不會由星轉跌 那一刻都不知道 什麼事都是睡覺 睡醒又知道什麼事 大家不知道那一刻意外 大家可能突然睡醒的時候 突然間阿昌會出招 不知道大家覺得很意外 但我又沒有什麼 那一天早上 我知道了何出招 沒有什麼 你是不是預算出招 未只是 但大家又再推 推回前一點 推回到五月份的時間 即五月初 好像五月五、五月六日 那時候 為什麼我這麼想說這一天呢 話說那天 我們公司都是搞一個趕座 那天 龍堡有一個千人的趕座 那天 大家晚了的時間 都還說 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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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 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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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昌的Twitter 就說 向中國徵收關稅 所以其實那次五月份的時間 我真的惡疑 因為那次你真的已經聊到 那天 突然間說 突然說 所以這次 突然間他又出招 反而我覺得已經習慣了 也是這樣 遇到他有時 阿昌都是反倒複蝕 還有可能 都不是第一天說的 尤其之中 我覺得中美之間的蜜蜜戰 其實是不能談的 就是談不完的 為什麼呢 其實問題 那個關鍵是說 現在不是賣多慘的問題 當然阿特朗普這次就說 你中方不賣這些農產品 但問題是說 本身 中美雙方 他在一些科技上面 是談不完的 其實他其實美方那邊 不斷當著華為 他覺得華為太厲害 你5G的發展 但是特朗普也太厲害 威脅到自己本身的情況 所以 除非你說真的 談得很厲害 即是說 不比我來搞5G 這些什麼範疇 如果不是的話 根本上 中美雙方是談不完的 就是 市民中方現在 會不會說 不搞華為呢 就是說我華為搞5G很厲害 既然美方那麼有壓力 那我們現在不搞這科技的事情 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基於這個因素去看的話 就是意味著 其實兩者本身是不能談的 就是不斷會拖 就像現在這樣的話 就說隔不時出來 好像大家的氣氛上 又好一點 但是有可能突然間 又不知道什麼的狀況之下 又不玩的 是的 所以我自己都估計 其實你預約了 中美美談判這件事 是會有些消息 我小時候說是 但是如果要談得到 我覺得其實真的 沒什麼可能 沒什麼可能 還有這件事 其實再演化下去的話 就變成了第三張圖 那件事 就是科技冷戰 這件事其實不是第一天說的 這件事是何時提出的 就是人出了這個想法呢 其實在去年3月份的時間 當這個貿易戰 剛剛開打的時候 當時這個經濟學人本雜誌 已經說了這件事 就是本身就是 最終出現這個科技冷戰的情況 即是怎樣呢 之後雙方 即是全世界 分了兩邊 中西兩邊 西方有自己一套的科技技術 中方這邊有另一套的 講一些例子 其實大家有沒有聽過 北斗渡航系統 有沒有聽過 有聽過 你們知道是什麼 這個是中國版的GPS 其實他當年一做 因為以往這個技術 是被美國那邊 即是西方那邊 就是拿著手 你全世界的機能用GPS 基本上都是用歐美那一套的 但原來是中方 我想五、六年前開始 就自己搞GPS 叫北斗渡航系統 其實你說之後 很多的中國那些機 或者設施設備 通通用這個系統 即是不再用歐美專美 所以你可以說 中方其實有些部署 就做這件事 還有你試想一下 就是那些科技技術 其實沒有的 中方很多的東西 不會太開放 所以即使之後的時間 五株也好 五株是一件事 密聯網 叫萬物互聯 任何東西 到時的樣子都會開通 但中國那方面 我覺得是不會被你這樣做的 你說很少的 一些內地的設備也好 那些網頁也好 你不可以翻牆 所以這叫firewall 所以之後 即使到五株這個層次也好 沒有了 這兩個的間距 只要越來越闊 所以這樣計 即是衛戰 隨即是衛戰 演化為科技戰 再演化為甚麼 金融戰 即是完全演化下去 但只不過在那個程度上 可能會不同 所以某些談判 無論如何都好 難談的 那 好了 關完這個 即衛戰 之後 另一個大家會關注的地方 就是減息 減息 大家不知又覺得怎樣 其實都覺得預了 都預了會減息 大家都預了 在一下減 減多少 但我的同事都知道 其實由市場開始 說要減息 開始 我都幾強調 或者幾覺得 就是說 我不覺得美國要減息 即是美國現在 那些經濟數據 其實它真的不是差的 大家看回它就知道 它有些數據的個別來說 是真的叫做不一般 但它的情況是說 它未至於差到 是一個很差 我不是說 它不是叫差 它有些叫做 沒有那麼好 它跟歐洲很不同 歐洲那些 是真的差到死 美國是完全一點都不是很差 只不過是在變樣子 即是它的情況是很不同 所以我常常都說 其實美國是不需要那麼快減息 但這次為什麼會減息呢 其實鮑威爾都說了一些因素出來 類似就是說 你真的外面的經濟狀況 是不是很明朗 甚至賠償 甚至賠償 這些因素都令到它 可能有些叫做一個準備 所以今次減息 那些人說是一個叫什麼減息呢 叫保險性的減息 即是慎防於未宜 那當然大家看看 覺得它這個說法是否合理 我就換收貨 所以我覺得 你這樣稱呼 就沒有說是否合理 不過那次的那些說法 裡面有一段是挺有趣的 它說什麼呢 就是第二段 它說7月份減息 其實這一下減息 它說不是意味著寬鬆的開始 甚至乎 之後的時間 如果我假設時間合適的話 有機會減息 其實你可以說 聯署自己本身 看的經濟狀況 不是真的那麼差 只不過這一次 為什麼要減息呢 是因為 你可以說 特朗普這樣罵他 要減息 那一件事就是 市場覺得 就是這次非減不可 即是因為這個市場 看一看 看就知道了 可能大家有些夢 就看得不清楚 但是 這是括弯著這個 就是市場上面 覺得聯署方面 減息的機率 這個是 減完息之後 即是說 叫下一次 九月份減息的機會 六成多 這個數目 是下一次減息的機率 即是聯署的機率 六成多 六成多 OK 但如果你看上一次 即是七月份減息 這一次的時間 當時市場覺得減息多少 幾乎 基本上 106%是要減的 所以你可以說 假設 鮑爾 上一次他不減息的話 有什麼效果呢 市場都會 七成多 因為這個是市場 已經覺得你一定減 如果你不減的話 其實是 我覺得市場的震盪 是很誇張的 因為聯署本身就是 它的角色有點尷尬 在這段時間有點尷尬 第一 它是維持經濟狀況 要理想 第二 如果市場進入東瓜豆腐的話 它真的被川普罵死了 好像 但是 這個 你看到 這個題 是一個原先以為的版本 是什麼 因為 這個CAP 那時候 其實是星期四 星期四的早上 即是剛剛回到公司 CAP 當時的機率 是六成多 即六成多 下一次減息 OK 好了 到了昨天早 昨天早上是什麼時間呢 當特朗普 出來了 說 現在要這個 叫米戰 又要徵收到關稅 突然之間 減息的紀律 是九成半 突然之間 即是 你看一下 其實這兩天的時間 外面外的情況 那些氣氛 都變得好奇 即是 特朗普做一些事情 真的 你真是 一猜不到那一刻 其實你的市場也猜不到 即是你想一下 但是已經是時間要 即是解完顏色之後 過顏色之後 一天之間 市場的看法 都可以 突然變得這麼厲害 所以 有趣的 你想一下 現在 即是下一次九月份的時間 減息機會 九成半 那你以後 二次的時間 你要怎麼做 即是 現在市場 就跟你說 我覺得要減息 但可能你覺得 即是說 可能我覺得經濟不需要減 但他們說減還是不減呢 即是減就死 不減就死 所以 反而現在 有這麼看法 看看現在這一刻 開始大學的時間 看看貿易戰的情況 如何演化 第二 就是看看 那些經濟數據 出來行不行 昨天的貿易戰的數字 其實是不錯的 即是合乎的預期 不是相差太遠 所以我猜 現在這一刻 他還會再觀望 你的數據 的情況 但是 鮑威爾就慘了 即是你想想 你下次 即是你現在出來 可能說一些 比較上是鷹派小色的說話 特朗普也可能會罵死他 因為特朗普的語言算盤 是怎樣 搞那麼多事情 他搞那麼多事情 都是這樣 一邊減每日 一邊 要你減息 最終 希望自己連任 其實你看看一件事情 突然之間 好像特朗普 他回到之前的時間 其實不斷炮軍 鮑威爾就說 你應該減一利息 你減一利息 你減一利息的話 你的笑話很好 肯定會好點 所以你記得 當日 當鮑威爾 減0.25的時間 特朗普 罰在哪裡 不斷炮他 不斷炮他 搞錯 你減0.25 不斷炮他 所以 如果你再這樣 捉回來的時間 既然你覺得 減息 即減出這個因素 包括 衛戰的話 所以 特朗普做事 又好像很正常不告 你不減 我用一些方法 逼你減 你減為錢 對不對 這兩樣的 logic 其實是有小巧妙的 即是當你 一刻 有經濟得不得的時間 你要減 經濟得不得的時間 經濟得不得的時候 迷戰有因素 那你可能突然轉 就是 不如你減這樣 所以我覺得 假勞的時間 迷戰 然後減息 這兩樣東西 是會很 那個市場會很混亂 很混亂的 例如 那些事會不斷 搞到 美國也好 港澳也好 它有些混亂的 但是 特朗普 最想做什麼呢 道士長生長有 是做這件事 他經常說的 他的政績是跟道士掛 所以他用不斷的方法 就是 雖然你一刻 迷戰這件事 是不可以的 但是沒有的 他轉過頭 可能就說 逼阿巴爾要減息 減息的時候 減息的時候 減息就會打開 然後 可能是不對勁的時間 還要和中方這邊 又說 大家聊聊天 又好一點 因為其實 大家應該是 這個幾年 兩個月的時間 被阿聰玩死 即是說 即是突然間 有股市肉夾進去 轉到頭 我記得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是星期二 突然說 大家會聊天 聊天 那一刻 那一刻 其實現在的市 被他這樣搞的話 是挺煩的 還有 最慘的是 主要是 經濟狀況 是會差的 你試想像一下 假設來現在 當作做生意 你可能想說 在某個地方 是在建廠 即是投資一個業 做生意總計 你現在投資的話 你會怎樣投 中國這邊 你現在不會選的 因為你擺明 現在擺明 擺明 你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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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越南 每個程度上 之前特朗普 都說過一件事 就是越南 在這段時間 都佔了不少便宜 都有機會 去越南出手 所以你想想 其實你現在 你做生意 你可以去哪裏做 可能要乖 你就是 回美國做 但美國的話 你的成本是高的 所以你這樣算的話 很多公司 現在停了不做事 因為你都不知道 它是怎樣做 所以這一下 豪衛性其實很大 很大 大家可能都要留意 即是往後的時間 雖然現在 好像美國那邊的事 好像很不錯 但這件事 每一浮出來的時間 這件事 真的轉差的話 就會很煩 接著 都說一下A股的行情 其實A股反而 現在轉 今年的表現 都叫做不差 年初至今來說 其實它不算很差 甚至乎有些行業 這個叫做龍林木魚 即融產品那些 那邊又很厲害 升了差不多五成多 即是年初至今的時間 升了五成多 其次有些食品 即是內需股那些 都升得很厲害 升了大概四成多 我都說五成四 其實是厲害的 但這些大家又不會意外 因為大家想想 今年大家有時候說 什麼內需 然後那些豬肉的價格 都升得很厲害 大家都明白 為什麼這版本會升得很理想 但A股呢 我以為會這樣看 其實現在呢 即是A股氣氛大學的時間 有沒有機會會再 我想我們會做得更好一點 我前度想 看看科創版是否可以 其實我之前說過一件事 就是說 如果假設科創版是OK的話 看看有沒有機會 的氣氛做得更好一點 即是有科創版那邊 大氣氛的氣氛 因為現在呢 現在反而是 情況是怎麼樣呢 科創版那邊 現在是炒到瘋了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 科創版的股份 但有些升到幾倍的升上去 是呀 升到傻的 但你記住 其實科創版現在 只有25隻股票 但有成交量 有二三百億的 相反整個A股 幾千隻股票 成交量只有三千多億幾億 其實那個科創版 炒得很誇張 但現在實際上 究竟這個氣氛 是否會有機會 令A股那邊 令氣氛大到A股的情況 現在暫時還未見到 但我經常說 如果你看一些數據 出來 又不是好 所以你問我現在 A股那邊 或者內地的經濟狀況 我看得是不太樂觀 特別現在這一轉 其實剛剛 朱先生也說了 日文幣的情況 我自己看法 日文幣 反而第一轉 我是覺得 要看看阿股那邊 有部署的玩法 昨天那一刻 大家不知道 日文幣增加了6.97 在逆短時間之內 其實你和7比的話 你不是差太多 但你說現在這一刻 7會不會頂住 短期內 怎樣也好 會頂住 因為其實你回想 他之前的時間 7這個關鍵位 你突然間穿了 會引起市場的恐慌 你想想 一穿7的話 立刻我覺得 內地資金 或者外資 一定會撤走 一定會撤資 所以你這樣計 日文的股額更加大 所以短期內 不會讓他有什麼特別的 再貶下去 短期內的時間 但是詳細來說 真的不敢說 因為大家有沒有印象 其實在之前 就是上一傳的時間 日文幣增加了那一刻 有多官員出來 7沒有什麼意思 即7都沒有什麼特別的代表性 其實很多人不需要說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 假設賣戰 最終 是談不妥 甚至乎 中方這邊 要再進行惡化的時間 日文幣貶 即是初七 其實是不出奇的 但是第一件事 就是 日文幣的走勢 跟我們的廣告 有密切關係 即日文幣如果轉弱的話 廣告也不會太多 所以如果日文幣真的會有機會穿下去的話 其實廣告是有壓力的 是的 這樣 看完這個 這個是上縱子的圖 現在 都叫做到2800左右 如果你看到2800的話 其實之前的時間 少了幾次 跌下去 都跌不穿的 所以如果這樣計算的話 當一個技術上去看的話 2800應該怎樣都好 會頂住 即A固那邊 而且現在 我覺得 現在很多部署 經常說什麼 提出港幣這些事情 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能幫到下手 不過 剛剛說了一件事 關於人民幣的走勢 不過一會我再跟大家 再說多一點 但是 想說一件事 其實現在內地方面 有一個很尷尬的地方 什麼尷尬的地方 大家之前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聽過一個說法 就是說 如果假設美國減息 即是美國減息 外面有很多地方 如果香港會減少量寬的話 變成內地方面 是可以 可能降準 不能降息 做這件事 但之前好像 應該有聽過類似的說法 即是說 外面的國家 可能降息 中國可以跟 即是都可以鬆一點 但問題就是 現在很尷尬 你想想 現在 即剛剛提升到 日文貝已經 16597 如果你假設 現在 這段時間 或者打電話的時間 你只要去降息降準的話 日文貝 貶值的出步 是有機會加快 所以現在 我們看見 我覺得他想做這些動作 即是他想做 可能是降準 因為流動性那邊 現在都不是很寬鬆 他做這些動作 希望是自己的流動性 但是他現在 都可以略難 即是他做不到 任何的貨幣政策 去做這些事情 所以其實現在 我們都 都有點頭痛 都是我真的 頭痛的 但如果在ABLE市場上 來計算的話 我覺得他不會 太差 他根本會頂住 因為 其實 中方是想 學一件事 學美國這樣 做這個財富效應 即是靠股市 勾這個財富效應 出來之後 被你利用來消費 想做這個 他原始上 做這個 但很可惜 之前有幾次 失敗了 這一次 就是靠這個 減稅降費 做到這個效果 不過現在 就暫時見到很好的成效 所以就 再觀察下去 但是你說 上論止的話 2800這個位置 我想他怎麼都不會 被他 跌穿這個位置 但都可以 當作一個叉考 這樣 那句話不說 內地故事 都說回 我們最貼身一點的 市場 講到這一邊 這幾天的時間 跌得很急 你可以說 尤其是昨天的時間 跌下去 但是大家最關心的是 為何市場跌了沒有 又或者是 為何現在 是否一個入市的時機 講一下我自己的一些情況 先 我上個星期五 其實我不是很公開的 我每次做一些 譬如我自己買買的東西 我都跟同事分享 我無所謂的 上個星期五 我又跟同事說 我要減廁 減廣了 就是把持貨減廁 減廁一半 因為 為何我有這個想法 因為 我自民是擔心當日 即是第二天的時間 原來我會變個獨世 因為我擔心這些事情 好了 減廁完之後 到今個星期 即昨天 昨天 昨天 我同事說 我會把我的貨 除了騰訊外匯之外 都減廁了 嘩 減廁了些貨 其實你可以說 我的想法是怎樣 其實 講回過去這一兩個月的時間 其實 那個區間的範圍很容易看 大家經常都說 二萬八至二萬九到這個位置 這個範圍而已 基本上 整個半月的時間 都是這個波幅的 但你想想 其實這個半月 這個半月裡面 有很多事發生了 但我市 好像完全沒有反應 第一 我沒有這個問題 是完全 我市好像完全沒有反應到 一些管理的狀況 但隨著現在的情況 有些好像惡化下去 我覺得市是會開始反應 特別是 現在拖拖拖的時間 有很多一些經濟的衝擊 開始出來 所以現在我覺得 這個市 如果再加上這一段的時候 開始 有些事再拖拖 可以真的 現在開始 反應一些 當前形勢的情況 不足為奇 不足為奇 而且 因為以往 我都說 你剛剛星期一 就已經有馬 什麼馬公馬公馬公 這些 我自問 都做了不少時間的人 我真的沒有見過這些情況 真的沒有經歷過這些情況 我都不知道 到底在意派內 會出現什麼 什麼地步 經常都說 因為投資 其實如果有些事情 看不通 看不透的話 我經常都說 你應該不要玩 但是你簡故都是 有些股份 你都知道不明白 他做什麼 其實你不應該玩 因為你輸了的話 你也不愁報 所以你不知道 自己要輸什麼 所以這一陣 我會決定減輸 我會決定減輸 就是這樣 就是這些事情 看不通 我想現在 都不單是我這樣想 我想很多些 基金的那些 都有這個情況 因為 其實 好像昨天為例 大家都有看過市 跌這麼多 都可能你說 留不留底好 總會留不留 這件事 但有個現象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 說過昨天跌下去之後 其實是沒有彈過的 有沒有 是一些都沒有彈過的 通常呢 有時候市跌下去的時間 為什麼會彈呢 有些解釋就是說 因為一些基金 這些大戶 可能會叫做 入場可能有些東西 會買貨 就是買貨 其實基金 本身的資金很大 所以它推上市的力度 一定沒有過 比較明顯一些 這個其實你可以說 市有時候會彈 大家說什麼 買貨這些 就出現這個現象 但好像昨天這樣說 其實你見到 其實沒有人買貨 即是說有人買貨 這個不是大戶 我覺得已經散戶買貨多了 但這些大戶 應該是不斷在那裡搶貨 我覺得遲到這個情況 所以現在一些股份 你見到很多是 當然領子的那些 各地有得彈 一旦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但是你說 像市那樣的情況 其實不是那麼好的 特別是達成交 是不是 達成交的 所以你說如果問我的話 我覺得市短期 其實不會那麼好 真的 還有你這樣跌一下的話 其實如果大家 不知道有沒有計算過 那個回報 你因為今天 曾經的這個痕子 今年升得很好 升得一乘三乘四 但現在做一讓 看看這個年初指的那種 升幅 只有是四月 如果我們說 如果那個痕子 還會多少 25800 如果你這樣算的話 跌到25800 打換完機會 非常低 所以如果你們第一層 沒有來 第一層的時間 看著大概是 這個位置 星期一開始後 就先決定這個位置 但如果局勢可能是大家都想不到的話 再跌下去我覺得不奇怪 所以現在大家可以想一想 你那個圖副裏面 那個磁瘡的比例 我覺得是要自己計算 我想重量都不要拿太多貨 當然了 看責任是甚麼貨 現在再跟大家逐漸去分享一下 一些廣告的一些的股份 領子這一隻 昨天很聰明 昨天那一刻 我真的覺得很厲害 你說是否轉勢呢 我又覺得兩人看 阿菲哥立刻轉頭 不像轉勢 其實為甚麼我提到抗億周期股份 原息也是 你想想一件事 原息很多股份 因為我們說市場經濟差的時間 有些股份是不受影響的 領戰呢 其實以往的時間也是 你看看領戰本身的業務 最安全 曲穿 紋身的東西 OK 但你說這一陣的時間 這些原先最安全的 都變得不太安全 你說紋身的東西是否現在 完全不受影響呢 都未必是 而且你看到這一陣的 你看到之前 這一陣的 你說關不關 一些本地的一數事 我覺得是關的 大家不知道 這些都安全 安全 穩陣的 但一些事件 對它有沒有影響呢 其實是有的 那些商場的租墓 都會有影響 所以領戰現在 你只可以說 它再跌 如果長遠去看的話 再跌深一點 85元左右 我覺得是可以想一想的 85元的話 你可以分住 因為85元左右 它的優勢 大概是3厘以上 那3厘以上的領戰 我覺得是可以考慮 可以買的 大概是等的 而且現在入市 不需要太急著 很多股份 其實我覺得 現在是可以等的 即連等 等到可能 等它跌下去 買貨 又或者 等很多的事件 開始明朗化之後 你再考慮都未遲 現在變成 大家入市 我覺得 不會太過進去處 第二隻 港鐵 港鐵這一排都是多新聞的 還有 第一次 它不是有一個刑警的 它沒有一個撥比 那樣東西 我覺得其實 由 你當一次性 一次性去看 都可以的 即是 那些東西當一次性 沒有太大外 但問題是 我是怕 那個究竟夠沒有 因為你也知道 港鐵 都真的多 之後 都有很多賠優 很多賠優 很多賠優 所以 有機會那個撥比 我覺得是未夠的 還有 其實你說 港鐵 回到裡面來看 它好好被人看 就是 車載的業務 它那邊的現金樓 還有那個需 已經沒有很穩定 都是沒有太大問題 但樓那邊 其實有點暗容 即是 現在的樓市 的時間 有沒有什麼影響 或者是 會跌呢 我覺得 可以分兩個層面來看 如果你是依靠工業面去看的話 它的工業量 其實是不夠的 即是本地也是 其實是不夠的 所以這個因素 對於樓市 其實是有一個比較正面的幫助 不過 這次建立事件 我覺得 經濟的衝擊 其實是存在的 所以樓市回的機會 其實都是大 息口的去向 其實無法性路上 是一些短期因素 我覺得其實它這個幫助性 真的不是很顯著 但這個問題 當經濟狀況 甚至大家的信心 開始不穩的時候 樓市便會跌 是的 所以你說樓 因為那些房產那邊 我反而會覺得 就是我的擔憂 所以港鐵 你說現在是否可以吸 我想先等等 也不用這麼急 48元 這個位置 你可以先站不穩 站得穩的話 你先坐位 但雙面之下 領戰和港鐵的話 我都是把領戰多一點 我覺得那隻會比較好一點 這隻大加樂樂 這隻是慘的 為甚麼呢 原先這隻很好看 原先的走勢 是很漂亮的 是很ok的 而且如果你說的易周期股份 這隻是當之無鬼 這隻完全是不受經濟影響的 當年沙士的時間 那一年 它的月跡也是ok的 都是有增長的 所以我可以說 其實這隻 你買去的話 其實是安心的 但我的問題就是 這一排 又跡下去了 跡下去了 跡下去了 其實你可以反映這次 一些社會的因素 影響真的很大 而且變得更好 那個層面 真的會很廣闊 讓它受到一些影響 但這隻反而我信心是大的 這隻如果你要選擇的話 反而看看它的估計 有沒有機會真的會回心一點 如果你要去23元這位置 我覺得可以後悔 我覺得可以後悔 現在應該未到的 應該只有一段時間才到的 但問題是 其實大家看到 它營運的狀況 是真的ok 它的營運增長 有兩成幾 我覺得是 大家對它也挺有驚喜 因為相比之下 很多的股份 這類的板塊 大家落 翠華 大快活 甚至太興 這四個現在也叫餐廳股 其實如果你說增長好的話 都是它ok的 但太興 不行 翠華更加是差的 太興 上完市後會嚇死人的 是啊 你想想想 三元上市 一個月兩個多 兩個邊 所以你想想 如果真的要選擇的話 大家也知道 不論你的經濟好 都要吃東西 雖然這間 雖然有些東西很好吃 大家自己 我想大家 都會很麻煩 搬 但就 沒有一些生意 穩賺 所以這間是大家可以 想一想的 好了 都講一些大價格 騰送一定要講一下 是吧 沒有理由不講一下 你問我自己的話 為什麼我搞 我其實不想減房 7點之後 我也不想減房 只不過是因為 就是覺得 磁貨大約多 都是要減一減房 所以我減了 我現在減了很多部分 這一隻 我最後都是不會 就是不會扔它 算了 那些我已經拿著它 那你騰訊本身就 他在八月中 會出業績 十四號出業績 我自己預計 就是說 他手上會不錯 這次會 手上會做得好的 那另外那些業務 好像你說雲 好像那些廣告那邊 應該就麻煩的 特別是廣告那邊 那我看大約的報告 都說他這邊 應該是踩踏地 不能的 那還有 你問我自己的話 其實 他這次為什麼這一轉 我經常都說 勤信他的發展 不應該是害怕那邊 應該是其他業務的發展 但問題是 這一陣子的時勢 我擔心 擔心 這一反 是能夠得到他 即是他的業績 原先 你可以說是應該會 一般的 不過呢 怕這次發展 應該會做得不差 是做得好的 所以變成了 如果有貨 都還可以拿著他 不過也是一句 每一天重貨 即是我覺得 現在其實你拿著 可以拿的 但你預算有資金 之後的時間 再加住 你問我自己也是的 所以你說 如果真的有機會 下去三百三 這個位置的話 我會加住 即是會加發 這些之後 都一定會加育分 不過是等機會 是的 還有騰訊 其實都有一句 他有很多發展的東西 是他之後 那些技術表現 那些勢的 會慢慢浮出來 好像微信 那些甚至乎 很多支付的功能 那些範疇 他之後 會很厲害 雲呢 其實現在的問題是 他要增進增 增進會快 但其實利用率很低 要利用率很低 可能有提高 所以變成 這些時間 只能夠業績 會越做越好 所以就 無論如何 就先拿著 什麼 目標價呢 暫時 可以連高位 四百塊 我就說沒有目標價 我就說沒有目標價 拿著牆 但問題是 你這一陣子 先把這位置看著 但那時候 就算不錯 也好 也要看看整個大環境 即市場的情況 因為這段時間 很有趣 你見市差 他剛才掉下去 但是之前 完全沒有反應 他會繼續升 我前途上 大家覺得他的業績 應該沒頭是差 而且是因為 他那些業務的發展 遊戲那邊 真的要說是對玩 所以這隻 有個都可以拿著 所以我也知道有同事 有同事放了 不過我覺得 我也會拿著他先 這隻 是很慘情的部分 這隻 大家都知道 這隻真的很慘 是啊 八年跌了 他現在幾乎 昨天那一刻 是 我也想不到他幾時 會跌 跌得這麼快 都真的沒有試過 是啊 但這隻很慘 這隻 為何會這麼慘 我又嘗試 去想個原因出來 因為我跟同事分享 我跟同事分享過 那些想法 你說 純業務發展 純業務發展 內地那邊 它不差 甚至乎 可以說在內地那邊的發展 應該還保持好 不差 但有一個變數 都是香港這個市場 為什麼呢 其實 現在這些事件 有沒有機會 令到一些內地的居民 下來買保險 是會少了呢 我今天也有段新聞 庫位是沒有影響的 但是 我又真的不敢說 但是我覺得市場 是會覺得這些事件 是對這些事情 是有影響的 所以這個國家會跌下去 那次路上 都關你的事 都是關你的事 就是 這內地人 以前你看到 一車一車 旅行車 會拍下來 然後去買保險 會這樣的 這陣子我覺得 是有影響的 是的 就是因為 剛才我覺得 很間接 很間接 但是不出奇 如果你這樣算的話 就是香港的變化業務 其實是有機會轉差的 是這個 所以你說 這次路上去這一下 我都覺得是有些事 關關的事 但問題是有幫助 我就想看業績 因為 其實我很快出業績 它應該8月23個出業績 我看看業績 是甚麼狀況 你問我的話 問心 我也想買它 因為我覺得 這價其實是吸引的 只不過 還是不要這樣買 是不敢買 是不敢買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 不如大家 先等等 等業績出來之後 看看業績有沒有彈 有彈 有彈的話 到時再想 但長遠來說 它 也不怕 不過 可能要看長線 就是這樣 銀魚 銀魚 又是一種很有趣的股份 它是一些 如果你有耐性的話 你不用馬上去買它 你又這樣拿著它 真的不怕 怕到60元 你放它的話 又可以 其實是不錯的 其實是挺不錯的 因為這個圖很明顯 它是一層的時間也是 大概45元 大概48元 那些位置 就很穩陣 它好像最差的 都好像45元 但是彈碎那一刻 曾經的 之前 穿過60元 這一層彈碎那一刻 達到58元 又好像衝不上去 但是豪島本身 我覺得 論股值的話 現在這位 50元以下的位置 是OK的 就是估值上是吸引的 不過要見的一件事 豪島的賭收數字 我覺得是受兩種影響的 第一 人民幣匯匯價 就是剛剛提到 如果人民幣匯價 放下去的話 豪島本身是不利的 因為我自己試過圖看過 人民幣匯匯價走勢 和豪島本身走勢 其實是很密切的 人民幣匯價弱的話 那些豪島本身是不利的 所以你看一下 昨日的時間 為何那些豪島跌這麼多 其實是關於人仔事 有少關係 還有賭收的數字 其實是差的 其實是差的 八月份 我也覺得不會太好 因為上年有基數效應 上年是高基數的 上年因為 上年有這個 有這個 什麼 有這個世界杯 所以變了 短相之下 它應該有一個基數高 八月份會差的 但是全年來計 就要很視乎 我們的經濟狀況 如果經濟可以一點 我覺得稍後會有些幫助 但是現在這些位置 只要可以說是炒波幅 這些位置 四至八元以下 可以考考 但是又不會貪心 你叫它打算上 五五元頭上 還不可以就貨 其實保股 全部都是這樣 現在這次是銀魚的圖 但其他的 你見到 好像金山 和泳里 都要炒Range 所以你只要跟著這個Range炒 其實就可以了 基本上這個版法 不算很好 我覺得其實有半月 只不過 五十元以下 直播 最好是現在 四十元以下 這位置 就可以考考 好一點 這隻是港交所 港交所 大家應該也是 很有興趣 就是之前的時間 都很想 經常問買不買 這樣 這隻 就是炒波幅 不過就是很容易炒的 大家不知道 會不會留意 二八零 樓上 是一個超大阻力 會表現衝破這個位置 但是下面 其實之前二六五個位置 又可以的 又比較穩的 當然現在 下一個比較大的支持 就是看二四年這個位置 但是你說說 沒有炒作的衝勁 其實有的 我都覺得 其實在網上程度上 這個 遲些 有很多中概會 會不會回來上市 這一下 可以的 亦都可以架式一下 為什麼會回來上市 芝麻蟹 你還沒有回來上市 其實不知道 很多公司有機會 都會排隊回來上市 因為美國 其實在之前的時間 它有條法規定出來 就是隨時 以後的時間 有機會 隨時可以查 一些中招的 數目 那些帳目 隨時可以查 所以對於中招來講 這件一定不是好事 所以變成有機會 如果解釋 之後的時間 有辦法回來上市 很多中概股 都會跟著回來的 香港這邊 都會首選 所以變成 國安所 不是不能炒 不過不是現在 可能要等 可能要等 一些 叫做一些時機 但是沒有了現在 二四零島 這位置 即是叫街車座跌下去 跌下去這位置 可以撲一撲 這樣 是 這一隻 吉利 不過大家都知道答案 這個都是 哈哈 這一隻 雞麻蟹 雞麻蟹 我打算大家不要買 哈哈 大家不要買這一隻 為什麼 不是 是因為 我經常說 車庫 是真的不行的 不是現在說的 說了很多 已經兩三年了 但是 現在 所有要撈禱禮 或者要撈禮 都不建議 我會建議 你如果要撈禮 等今年的第三季 即是可能9月底的時間 看內地方面 那些政策 去扶持它 有的話 可能炒轉短 但這個反法 其實是不行的 甚至 我當我預言 或者我預測 現在 八月份 它將會儲回 七月份 那些消量的數 一定很差 一定不會很差 出月份的數 除了很多 所以 你這樣計 即是意味著 出月份 有機會會再跌下去 我覺得是它的股價 所以 如果你有貨的話 自己要小心一點 為什麼呢 其實我輕輕解釋一下 六月份的時間 數好 因為當時有些政策 又是一個過六的政策 這陣子的政策 就是要解釋這個 不達標的話 那些車 7月打落是不給賣的 所以很多的公司 那些叫做4S店 那些經銷商 六月份的時間 就狂股買車 狂推特購買車 所以 那些數益這麼好 是有原因的 所以 如果這樣計 七月份之後 一定會轉差 所以 車股 七月份 如果大家開著車股的話 都是要小心一點 七月份 聽說 你今個月 我想股價 不會好 但是 到九月尾的時間 看看有沒有政策 出來 扶持一下 到時候才報告 反彈那樣 現在不撐住了 現在不撐住了 不撐住了 不撐住了 油股呢 就兩看的 因為油價 我覺得 其實都是 我不看油價的 因為 其實你不想想 經濟差 油又會 又會 就叫做 又會 又會減少了 而且就是說 新人的起車 真的會有影響 所以幾樣東西 其實你夾回下去的話 油是 沒有太多前景 但和你炒消息 如果這個解釋 突然之間 什麼伊朗那邊 有些消息的時間 可能會過一下 會彈上去 但是一段差 這下 你還記得 你回頭 特朗普說 會出貿易戰 一出過 一說 向中國戰鬥關稅 那一下 油的也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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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油股 只可以炒一個range 你說 12元到這位置 現在大概有12個多點位置 12元不出這位 你不撐反彈 但是純粹反彈 這些股票和騰訊 跟這些不同 那些 你長得 拿出去 很大的問題 但這些 純粹炒短線 就是炒個range 算數 中興 另一種很有趣的股票 也是炒5G概念 也不需要再次說 炒5G的話 是炒中興 其他那些 我都不覺得 是很buy的 但中興 炒個range 可能下面穿20元 就買一些 我覺得可以考慮 但上面就做屋看 可能24 有什麼自早 看上去 但是 中興 很帥 另一隻 中移動 真的向下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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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 真的很有趣 記住 5G這件事 記住 炒是電信設備 營運商這一集 全部都不可以 一定沒有人走 因為你記住 其實只要用5G的話 都是 價格的月費 一定會按住 不讓你升 但我提到5G的支撥開支 是很大的 所以當日很多話 之前都說 都說得明白 炒5G的話 炒設備 但是這些營運商 一定要沽 這隻就算好些 因為我旁邊看到 這邊 都還看到一個低位 好像中聯通 九年新低 中聯通 大家可能沒有一點 為意 夠圖就知道 不記得 九年低 九年低位 所以你想想 這次的辦法 其實都不會想 大家記住 記住 5G炒這件事 是炒設備 不是炒營運商 營運商 一定是不行的 一定會懶惰的 對 有些什麼辦法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都快說 這隻叫彎區法治 是當日的核武功勞基建 對 拚改了 而且一定要去到圖 昨天拍得多 打得很快 而且這隻為何好呢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它的業務穩定 做公路的 還有呢 它的公路在哪裏呢 叫做大灣區那裏 大灣區的那個位置 對 所以如果你這樣計算的話 這些是OK的 還有兩件事 一個大的賣點 是什麼呢 它派息的比率呢 100% 是啊 現在是100%的 現在是100%的 所以這些呢 其實你買來看 如果你假設這段時間 用來擺一下的話 這些可以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這隻 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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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 我沒有理解 這隻 是 以前是 那個叫灣區發展 現在它媽是誰呢 它媽是心頭紅 深圳投資公司 是 是 這隻 737 是啊 我沒有公路了 但這隻的顏色很好 這隻顏色很好 這隻顏色很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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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之前它轉了手 我是怕它那個 現在那個新股東 派息那樣東西 我怕它會減 但現在它的保證就是 派息呢 100% 所以如果它這樣計算的話 這隻我們來買一下 就是當作收息的話 我覺得OK的 可以再派 這隻多少錢 那是四個多 是啊 但是四個一 樓下這位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是啊 這隻四個一的話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是啊 另一隻呢 這隻呢 都可以炒一下短線的 中藍熟食 這隻 為什麼呢 豬肉價格 有少許研究過 我覺得呢 我們的豬肉價格 在中秋節前後 是會再升上去的 是啊 所以這隻短牌 如果要炒波褲的話 是可以留意的 那當然 現在它的價格 這一陣子 可以留意一下 但是我覺得呢 又不用太多擔心 所以這隻呢 如果一旦它跌下去的時候 可以後效 這隻就 是啊 因為我自己看豬肉價格 今年還要升 應該在外地方面 做得升 所以這隻要炒 炒一下這些消息的話 都OK的 這樣 這隻也是 這隻呢 都是我的心 真是深水愛顧 來的 中海物碟這隻 那 記住呢 我想你也說內外防股的話 這也是跟黃炳學回來的 內外防股呢 其實真的要每個年考數 要追求那些消息目標 但相比之下呢 它們真是 它們基本上是助響其成的 就是說 你本身沒有公司 你只要多些 留款的話 它們事業管理的規模 就會多了 還有呢 基本上它們要收錢的現金率 是很健康的 還有為什麼要選這隻呢 因為中海外 其實今年打學的時間 它會進去 那個發展會進去很多 因為它之前幾年 它沒有一點發展 但是它錢多 它很健康 它很健康 所以變相之下 譬如這幾年的時間 它那個增長呢 我想它會逼同意為快 所以這隻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是的 上個個位置可以入 這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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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他奶 這隻呢 死得了 是的 問題是 死歸死 不是現在買 是怎樣買呢 都是那個 29元才買 哈哈 喂 不是 我都說 等下我先 等下我先 沒有所謂的 不是 這隻呢 我真的覺得這隻呢 它又不是 我不會說是差的 但是現價呢 那本來太過高 有這位買呢 真的不願意買 但是沒有 我先等下 其實這些 這些股呢 其實我覺得呢 給點耐性 因為這些位其實呢 講一句 你看它的價錢呢 由我之前來的那一刻很急的 為什麼呢 之前太過貴 而且它的增長呢 其實真的不行 只是差了一點 但如果它好發展呢 我相信它可以 但是不是現在 可能還等了一年半再 所以 所以 它可以先教多一點 其實是 沒有所謂的 分內地這樣 才可以考慮 因為剛才 我覺得現在這一回合 沒有急 給點耐性 低位才買 那就會好一點 是的 所以我都知道 它是貴的 但是這些是OK的 是的 不過是要等 是的 過這裡 大家有問題可以再問 好 謝謝Stanley 大家講了很多藍醜 大家把時間有些什麼問題 好 我們先看看 讓我讀出來等你 新州 2313 628 8 你問我什麼名字 一個名字 UNICO UNICO 信蕉 信蕉 兩隻都值得買 新州我就麻煩你 但是信蕉呢 坦白說的 新州呢我研究它不太深入 但是我覺得它的業務呢 有機會有一個高高的環境 是它有影響的 但是相比之下 UNICO 它可以賣下去 那些發射程 你見到呢 其實它會很高 OK的 即是變成你 在內地方面呢 我覺得它會不錯 但是這隻是一個成績量 差一點 是的 但是你問我的話 我會快些寫多一點 信蕉 我想問你 737加那些公爐 有幾個公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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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條 是啊 有幾個公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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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沒有心頭控 其實我覺得 因為它說明之後的時間 有機會可能會再有些 就是有些 有些 注射那樣 但我認為它不是自己的 那些公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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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是 它一條港心公爐 這條公爐山 是穩定的 但是另一條 叫做西岸 鋼道 因為那邊真的是 那些公爐山 鋼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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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很快去問 匯控 有兩位 你叫我不講 都知道 我不要再講他 沒有問題 那 說法 業績 我對他沒有期望 但是 等一下再講 現在這位 63元 這位 他跌到 有限 因為他積極高 你有綠色 這個 是他最大的賣點 所以 你要買和控的話 打算價錢 不要看價錢 看他積算 他的價錢 不要太高的期望 我也對他沒有期望 但是綠色 他應該可以 綠色 排得到 算了 不然 不然 絕望 你和你認識也可以 他最多不升 跌下去也跌得不多 反正這隻會不會頂一點 OK 好 12號 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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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這樣的 其實有時候 我都說 你要選一間公司 還有選一些 管理層的質素 我覺得其實 在這次 你看到 那些管理層上 我覺得是差一點 但是 我對他其實 是有少少的 失望 反正 但是 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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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欠地的資產 就很高 會OK的 但是他現在賣的時機 可以夠大 因為我覺得地產 這個辦法 這個範疇 可能是短期的時間 那個性的氣氛 其實不好 所以變成地產股 我覺得大家 不要考慮 可以問藍醜多 大家 墾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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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買回的時候 通知大家 我都會買回來 但是我先等一等 你會不會看到 現在有貨的都先走了 墾氣 又很難 其實我都 其實我都拿得比較高 所以我都先走了 但是你說 真而說 你說 當你拿著幾手 就不用 就要去煮 但是我貪氣 為什麼我貪氣 因為我貪氣 因為我貪氣 貪氣 所以我貪氣 但是我都會貪氣 我都會買回來 不過因為 本身 其實每一次 他叫做公務業績 中田業績 其實他的價格不會怎麼動 他在貪氣 那一刻 因為他在送虹那一刻 他會飆 所以我覺得現在 可能我會先等一等 我現在又不急著 買回來 10元 好 有一隻你都沒有說 哪隻 蘋寶 很多內險 出了營起 是 蘋寶 我都算有貨 好像有少量貨 90元 其實蘋寶這一排 他的價格相對 那個彈幅 是沒有那麼多 為什麼 因為之前那一陣 大家不會去運場 之前那陣 那陣子 其實他沒有跌過 他沒有跌過 他很硬性 所以一會升上來 他會升上來 他會升上來 他會升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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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應該回舊了 他應該回舊了 他的價格回舊了 他會升上去 因為他之前應該會停下 但蘋寶的質素 我覺得我還是最好是他 還有其他 還有其他 在這陣子中安比年企 但如果你問我的話 既然不是買保險股 加科技的話 讓你選中安和蘋果有哪一種 一蘋果 所以我覺得要這樣計的話 蘋果現在有貨拿著才行 不過是擔心給你看什麼 是你A股那裡不刪成 但如果剛剛不停入貨 你2,800那些位置應該頂得住 那你暫時有拿著才行 很害怕的 好 最後四條 一三八二 互態房積 哇 這隻會研究的 不過掌握股我覺得經濟狀況 是有點影響的 所以如果你這樣計 我想活動股裡面 我就是最正信蕭 我覺得它是OK一點 因為其他有些自問 就是很多研究 因為這些可能現在去做什麼衣服 有些什麼牌子的客戶 我這隻不好意思 真的沒有什麼研究 他在播家 他在播家 我真的不知道 我開廠的 我都不知道 是 厲害 不是 它很高 不是 它那個顏色很高嗎 但是湖泰是否那個 那個狗戳 我沒有戳的 你最近碰撞 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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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撞得很厲害 就是它 對 對 這隻是危錯的 但是我不知道 可能我覺得信蕭 反而那個增長呢 是落地的增長 其實是OK的 關於這些放縮股 我自己就有點擔心 有位置 有位置 我代你答也行 沒有買 沒有買 好 碰撞 碰撞 如果老人版化 我再說多一點點了 其實老人股呢 你現在要問到什麼問題呢 不可以搞 便宜 便宜 便宜英俊都知道 很久年都說的 哈哈 便宜英俊只要三個字沒有 為什麼呢 兩件事而已 第一 剛剛都說過 這個什麼 那個叫什麼 定向幹準的 說過這件事 定向幹準的原則就是 其實是什麼呢 就是要一些的銀行 扶持中小微企 OK啦 大家都明白的道理 因為現在中小微企 可能經驗最困難 但落地的玩法就是 中小微企的話 那個的息是不可以高的 是低的 那你想想一下 中小微企按道理 是會很容易有機會出事 那麽高的嘛 那麽高 低息 你想想做這個生意 是否一個合理的生意 他們不能選擇的 第一 第二 你想想現在這一陣子的時間 出了什麼問題呢 我們代理的銀行不可以 包箱 那麽不可以 那麽怎麼做呢 那麽大的公司 便吃了它 但你想想 既然它不可以 那麽來吃呢 那就是為國家服務 你想想一間機構 這樣做的時間 還買它下去 聽起來說有貨的 你便拿 但沒有貨的話 我覺得 不用說話 對 我覺得是 路人股不是很吸引 好 還有一隻中國聯掃 很厲害 這隻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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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隻 如果是以我們現在的發展去看的話 它有什麼水利 甚至乎成仁化這些 它有幫助的 所以你問我的話 我個人覺得它 我沒有意見 你說現在我先拿著它 因為這隻 我個人對它有些震恥 我先拿著它 好 還有最後一隻 H&HO 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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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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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說呢 如果你純粹說它業務的發展 或者它業務 它有兩份業務 一 奶粉 二 就是健康產品 那麽奶粉那邊 其實近年來講 奶粉那邊 應該是OK的 但是結果產品那邊 它要投資 因為台北的那個 那些campus 那些錢都大 因為它要發展在地市場 所以它的營地波動性 都高的 它的股價是高的 那你只可以說 如果你沒有貨的 都是我替它炒 是 好 那今天也謝謝Stanley 大家有問題 可以 我們 我們還有一個節目 其實我們 你可以 10點半至11點 還有下午1點半到2點 打這個電話 可以問股票的 204 6566 大家可以抄下來 另外 不想打電話 或者想 收席之後 都想問問題 WhatsApp去到91571428 我們都會在節目那裡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的看法 可以抄下這兩個電話 今天也很感謝大家 來參加我們這個講座 嗎